各位朋友大家早 好 我今天講的這個 作物的生理障礙 它的診斷和管理 這個 我們的病害 我們病害大概 田間裡面發生的問題 大概有分成病害、蟲害 還有一些生理障礙 但是病害、蟲害 你可能可以自己做功課 我們的農委會 印了很多的福建 你可以這樣對照 對照完以後 大概會稍微有點了解 但是呢 有百分之七十的問題 是生理障礙 那生理障礙這個區塊 是一般人家講的所謂的 這個疑難雜症 那我今天就用盡量 用一些飯燈片 一些土譜給各位看 那各位 像診斷 各位看到這兩個馬鈴薯 是長得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從外觀上面 我們很難去辨別 它到底有什麼差異 切開以後呢 就不一樣 左邊的這一個 跟右邊這個 都是同樣從紐西蘭進口 那進來以後呢 這個出現了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關係到一個公司的 營運 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 這個老闆呢 是我的學長 他後來當貿易商 他從紐西蘭進口了很多的馬鈴薯 進來以後他跟我講 我在紐西蘭看到這個 買貨的時候呢 是很健康的 回來以後呢 這個放在倉庫裡面 就出現這個 黑掉的這個情形 左邊這個OK 為什麼會這樣 知道了請舉手 這個問題 如果不解決的話 他們公司就倒了 這個是一個 儲藏的問題 這個不是病害 它是真的是生理障礙 那麼這個呢 我們叫做黑心病 這個不是說溫度的關係 這個是通風不良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就是 問題 原因 解決的方式 所以 我們這個學長跟我講 這個要怎麼處理 我跟他講 這個你就是發 這個就花兩千八百塊 買兩個到的電風扇 從裡面往外吹 這樣就解決了 你說這麼簡單 對啦 就是很簡單 你只要知道原因的話 要解決的話 並不是很困難 那麼這種呢 這種是 我們一般 一般 講的 就是 所謂的 缺氧 缺氧的症狀 好那我 我 今天 開始講 因為兩個小時而已 所以我大概沒有很多時間 跟各位講很多的理論 好 那麼我們一般的植物呢 大概是有一些問題 植物的問題呢 包括就是一個 所謂的 所謂的生物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 一個是生理上的問題 那 那這個生物的問題呢 包括 一些病害 蟲害 真菌啊 細菌啊 病毒啊 還有一些有害的昆蟲 還有 還有一些有害的動物 植物呢 生病呢 大概就是一個 這個 一個連續性的刺激 那 非 非生物因素的 大概就是所謂的 非連續性刺激 像要害肥傷 瘋 瘋害啦 這些 雨害啦 這些東西 那麼我今天 大概就 就直接跳過去 把這些 這個理論性的呢 因為這個 這些資料呢 我在上課的時候 大概是要上 一個學期啦 一個學期 那我們今天沒有這麼多的時間呢 那我就直接 來談一談 我們真正遇到的 是什麼 是什麼樣的問題 好 我們就從 黃化開始講 黃化 很多的植物黃化 那黃化你要知道 它是什麼原因 那黃化呢 也有可能是 一些 好 謝謝 一些養分的缺乏 或者過量 養分的缺乏或過量 或者呢 就是一些要害 譬如說 沙草界的要害 或者空氣污染 或者感染的其他的 病害 包括呢 所謂的系統性的 病害 那麼系統性的病害 我們 我們常見的 像番茄 青菇病 譬如像我們瓜類的 這個 這個連包菌的 這個尾雕病 這些都是 就是 腺蟲 根腐病 或者 我們的 基腐病 植物的 基部的腐乱病 或者呢 我們長久 長久 就是 長久性 下大雨 結果呢 就 淹水 其實呢 我們每一年都會遇到 颱風 那麼這個颱風 給我們的 有時候 它不是帶來風 帶來雨 帶來豪大雨 那麼這個豪大雨 進來以後呢 它出現了一些問題就是 它一直在下雨 那 也沒有淹水 可是呢 我又沒有淹水 沒有淹水 但是呢 我植株會黃化 那為什麼呢 我看呢 我就這樣講好了 我想 我的力氣還夠 那 很多的淹水狀態 就是 我們的土壤 我們土壤的孔隙度要 50% 到30% 就是呢 有30%到50%的孔隙度 我們的土壤呢 必須要有 意象 氣象 固象 這三個 這個氣象呢 就是要30%到50% 也就是說 我們的孔隙裡面 空氣 能夠有空氣的 要30%到50% 那其中 才有意象 可是你如果 一直下大雨呢 那麼我們的 空氣裡面 充滿了水 那結果呢 好 空氣不見了 那根隙呢 就會導致所謂的缺氧狀態 那麼這個缺氧狀態呢 會 會讓我們的根隙呢 失去活性 甚至呢沒有辦法呼吸 沒有辦法呼吸 就結束了 好 我簡單用幾個Case 來跟各位講 第一個就是 人家常見的 黃農病 像黃農病呢 其實黃農病 這個名稱呢 是用在柑橘 結果呢 很多農友就跟我講了 那這樣子很清楚啦 那麼黃農病呢 只有用在柑橘 這個名稱只有用在柑橘 不是說 任何植物黃掉都叫做黃農病 不是這樣子 那黃農病呢 我們用在柑橘上面 它是一個 一個 不可以培養的細菌 不可以培養的細菌 這個細菌呢 是國南市的陰性細菌 那麼這個細菌呢 我們一般呢 在台灣呢 我們發現幾個 幾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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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幾個C呢 包括寬皮肝 和成類感染寬皮肝成類的 包括感染柚子 柑橘橘 成類的還有一個是 沒有病徵的弱系 這個菌 所以呢 他的感染呢 也有人把它分成四個系 但是呢 我看到的大部分都是 沒有病徵的這個弱系 也就是說呢 他感染了黃農病 但是呢 這個系呢 並沒有出現了病徵 也沒有出現病徵 好 那麼各位看 這個有沒有黃掉 沒有 所以這個黃農病 不見得黃 但是它的柑橘 出現了異狀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典型的病 那我們回去 用電子顯微鏡切片 我們可以觀察到 它是 裡面是有一些細菌 那麼像這個也沒有黃掉 但是逐漸會 逐漸衰敗 所以黃農病會逐漸衰敗 但是不會整個黃掉 它的果實也是出現變異 各位看到 我們後面 因為這個 亞太糧融組織 亞洲太平洋區的這個糧食座 這個組織呢 他會請幾個人 到一些落後國家去看一看他們的產業 其中一個是柑橘 我們現在站的地方是越南 那各位看到的背面呢 這個全部都是綠油油的 這個我們用檢測的方式 檢測結果呢 它是黃農病 那當時有沒有黃掉的 沒有 但是它出現了幾個異狀 就是第一個是它轉色 轉色的位置呢 不正確 我們一般的柑橘呢 是會從底端來轉色 從這個花痕布來轉色 那麼它是不見得是從花痕布 有時候是從這個 從這個 果梗布出現 那麼 有時候是斑駁的 出現了斑駁 甚至呢 它是很容易就凹陷 很容易凹陷 軟化的 以台灣來講 那麼像這一棵樹 這一棵柑橘樹 碰桿 它只有這個枝條 得了黃農病 其他的沒有 因為這種細菌呢 很容易聚集在某一些部位 某一些部位 並不是整顆都會 所以我們要處理的時候呢 因為它是由牧師 牧師傳播的 所以你要把它去掉 去掉以後呢 OK好 這個枝條 不能放在原子裡面 因為它既然帶有細菌 牧師還可以再傳播 所以可以的話 你把它切斷 埋在土壤裡面 牧師爬不爬 沒有辦法埋起來 又爬上來 不可能的 這個枝條 切掉以後呢 我們用一些這個保護性藥劑 譬如說大生粉啊 或是快德嶺 塗一塗 這樣就OK了 像這一棵 這棵樹 只有這個枝條有 這個枝條 其他的地方沒有 所以這個枝條出現了 出現這個柑橘的異狀 那我們講 它的病針裡面 除了果實呢 是異常之外 它轉色不良 或者說它的形狀不對 其他的 像這個轉色不良 其他的就是葉片 這個葉片很容易出現的就是這個 這個葉脈木酸化 像這樣木酸化 這個是 但是這個還沒有辦法確定 沒有辦法確定 以這一顆來講 這個呢 我拿回去切片的結果 它是真的是防濃病 防濃病 那這個果實呢 就出現了一些 形狀出現了異狀 像這樣 這是正常的果實 這個是不正常的果實 這個是等型的 那麼它的果實呢 總之就硬化了 果實硬化了 那個轉色也不良 防濃病還有一個問題 它之所以會衰敗 是根系 它的根系 根長不出來 它沒有什麼 它沒有什麼樣的 這個新根長出來 而且根系 不斷的在 在壞掉 不斷壞掉 其實 會跟防濃病混淆的 我們講診斷 診斷 診斷就是要做個比較 比較呢 就比較這個到底是 是 是 防濃病還是其他的病害 其實全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 幹局 會導致幹局產業衰敗 會死掉 死掉的一個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 紀腐病 跟根腐病 這兩個病害 紀腐病 那麼它是 巨的 巨的意思就是 全擺的意思 也就是說它會發生的 是在 植物的基部 地面 跟植株接觸的地方 具腐病 這具腐病 這個 在台灣我們發現 有五個 五個種 這五個種都是 異病菌 各位知道 異病 在台灣很普遍 尤其在 熱帶養熱帶的國家 那麼它的種類也很多 所以感染的時候 它會 它會 一般是感染 根部 那假如說 我們的 我們的 這個 植株 肌部這裡 它不會直接感染肌部 除非它受傷 受傷 受傷的時候 是怎麼受傷 除草的時候受傷 機具 讓它受到 我們的農業機具 讓它受到這個傷害 傷害的時候 這個傷口就會侵入 侵入以後 就出 有時候出現流膠等等的這些 這個病 是一個 一個 猛爆型的病害 所以各位看到了 這個才叫黃龍病 剛才那個叫青龍 才對 對不對 這個整個黃掉 但是這個會傳染 因為 這個病菌 它是存在於我們的 植物的根部 或者我們靠地面上的 靠地面上的 這個表生的土壤 這一層 這一層 那你有受傷的時候 它就侵入了 各位看它已經是 要採收了 這柑橘 我們看看這個沒有得病 這也是防護 這也是 也是開始轉黃了 這是轉黃了 也就是說呢 它從 今年開始開發結果 一直到長這麼大 都沒事喔 可是呢 忽然間在採收的時候 這麼大的時候 忽然間整個黃掉 死掉了 那我們來看看 到底是怎樣 它肌部 肌部開始呢 這個受傷 而且呢 有這個整個皮呢 爛掉了這個情形 我們講 環狀剝皮 像最近呢 有一些這個公園的樹 台中 就被人家環狀剝皮 環狀剝皮 就是把這個皮呢 整個環剝一層 環剝一層 這個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那麼它也有環狀剝皮的情形 如果剝一半 它不見得會死掉 所以有些人呢 就把它當成黃農病 就掉點滴 黃農病 其實 掉點滴呢 效果也不見得很好 不見得很好 你可能要掉個三年五年 這樣子 掉點滴 這個掉點滴 我們一般都是 裡面呢 裝一些藥劑 然後底下弄個洞 有一個 有一個插管 然後插管呢 你一定要在樹上 裝個洞 好 裝個洞 那這個洞本來呢 這個是 是巨虎病 或是根虎病 結果誤判 為黃農病 就裝個洞 那裝個洞呢 這個病沒有治好 可是呢 疫病菌跑進去了 我就跟他講 那你等一下 你就看他怎麼擴展好了 他說這也死了 會死了 但是我可以把他救火 所以這個擴展了 擴展 哇擴展 很厲害 這個如果一半的話 如果得一半的話 像這樣一半的話 這一半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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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所以你要跟他處理 這個 趕快處理的話 可以救 沒有處理的話 會死 因為 這個 像剛才蒙爆以前 濕度過高 那 假如這個濕度不是很高 那 他可能可以 再殘存 一兩年 可以 那是一定要救 這個怎麼救呢 我們要跟各位講 那其實呢 中華民國 在台灣 因為我們的版圖到內門 對不對 中華民國版圖到西藏 我們台灣只是一部分而已 所以我講中華民國在台灣 一點 一點都沒有錯 其實中華民國在台灣的 這個 柑橘的 這個 死亡的這個 病害 鋸腐病 已經存在了50年 從我開始 念大學的時候 到現在 以前40幾年 將近50年 那麼我們開始 老師帶我們去看的時候 就已經發生了 可是 一直到現在 我們政府沒有推薦用料 沒有 所以呢 很多的 改良廠很熱心 試驗所的人也很熱心 想要幫農民解決問題 可是呢 沒有 沒有推薦用料 他們不敢講 不敢講 所以 像這個是下營 會贏 這個楊總幹事 也是很熱心 想要 我們要推動一個 一個 文旦的產業 結果 好 這個 一直在衰敗 你切開的時候 就是一個巨腐病 這個 沒有用什麼 沒有用什麼 處理方式 這個呢 有 用的是 氫氧化筒 或者硫酸筒 插在外面 插在外面 沒有效呢 有沒有效 沒有效 所以我拿刀子 跟他切開 你看 這病菌都跑到裡面去了 這個只有等死而已 氫氧化筒 沒有效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要處理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你一定要把這個 得病的這個組織 用刀子把它刮掉 因為 各位看到就知道 這個病菌是一直往裡面 所以你一定要拿刀子把它割到 這個裡面是 這個病菌沒有侵入的部位 然後呢 要塗藥 要塗藥 這個這樣才有效 塗什麼藥呢 好 這個 疫病的藥劑 我只能夠說 參考性的用藥 疫病菌的用藥很多啦 像 魅達樂 達魅芬 醫德利 魅達樂 達魅芬 醫德利 這個都是 這疫病菌 很有效的藥劑 可是我們政府沒有推薦 沒有推薦 各位只能夠參考使用 就是 我們講 他會總統講的話 民之所欲藏在我心 老百姓的這些蜘蛛會死掉了 你不去跟他處理 我們也有建議 現在有放寬 放寬我想 應該有放到這裡來了 所以這個處理 處理 我們拿這個 這個已經深入了 拿刀子去把它挖 插架 就是在做木雕那種 家具用的插架 去把裡面 壞掉的全部挖掉了 挖掉了 這些蜘蛛呢 病菌都在裡面 所以你一定要包子 盛起來 把它裝起來 以後呢 包起來以後 拿去燒掉 不能放在水裡 不能放在河流裡面 不可以 它可以傳播得很遠 我們這邊 台灣用的這個枸杞灌溉 你假如說 我的源頭 把這個挖掉的這些東西 丟在上面 它可以傳播得很遠 每一個引進這個枸杞的水 都會中標 都中標 那你要一直挖 挖完以後呢 塗上這藥劑 塗上這藥劑以後呢 OK 它可以很有效的 抑制這個病菌的蔓延 可是呢 你看一看 上面好像又有水浸狀 這表示說你沒有掛乾淨 好 掛乾淨以後 好了 就OK了處理 就結束了 這樣子OK了 那這個 這個聚乎病呢 它可以感染到第三部 所以第三部呢 我們也照樣處理 處理完以後 就好了 所以像這個 用石灰 這個太可惜了 這一顆 已經超過60年了 他祖父要過世的時候 告訴他 這些植树都不可以給我死掉 結果他就跟我講 這個能救嗎 這個大概沒救了 沒救了 太可惜了 我跟他講 早一年的話 你找我可以救 你擦石灰 沒有救 沒有救 因為沒有效 擦在外面都沒有效 你一定要把 壞掉的組織挖掉 我們講植物醫生 現在要推植物醫生制度 那 醫生呢 要分成內科 外科 婦產科 那你這個 你要當植物醫生的話 你要救這個 這個植树呢 就是用外科的方式 用手術的方式 來處理 像這個是塗 塗 塗的是 利青 薄油 這個沒有效 就是你在外面塗薄油以後 病菌還是往裡面跑 你保護這個病菌 這個更糟糕 還有更糟糕的是什麼 用廚餘 廚餘 廚餘會不會有效 絕對沒有效 另外更嚴重的叫根腐病 這個一樣都是異病菌 這個異病菌造成根部腐敗 根部腐敗 那各位看一看 它會感染柑橘的細根枝根主根素幹 這個都可以喔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經過 它是經過水流傳播嘛 水流 所以一個颱風來的時候呢 那你水淹過的地方 假如一顆得病 那麼其他的園區裡面的蜘蛛大概都會得病 好像這樣 會很快的進入衰弱了 衰弱了這個這個這個情況 那麼這個衰弱我們講 衰弱 所以我們台灣呢 處於熱帶熱帶地區啊 衰弱的原因呢 第一個 是病菌 根部的病菌 像這個異病菌 第二個呢是什麼 是養分的菱形 譬如說我們豪大魚 抄豪大魚來菱形 你之後你沒有補充 等一下我會講喔 因為像我們種柑橘的人啊 我今天講的大概就是 我們台南市呢 有了座物 沒有的我就跳過 沒有的就跳過 那麼 熱帶熱帶地區呢 這個 以種柑橘的人 你如果是 我們台灣來大概是八月到十月最多了 那八月到十月這時候呢 是屬於這個中國期的 已經進入中國期了 那很多的農民都知道 這個時候 你如果下了一些零腳肥 那可能呢 對我們的蜘蛛呢 這個果實的發育 是有影響的 它可能長不大 瘦掉了 瘦掉了 所以台灣來的時候 我們的會員 我就會打電話 給這個柑橘組的組長 誒 你告訴你們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班員 你告訴他們 現在呢 要用零腳肥 他們就誒 有一個我 他就他爸爸就打電話給我了 你死吧 怎麼辦 現在零腳肥 怎麼可以用 你現在不用心 你的甘蜜就脫掉了 他說 不等我試試看好了 他就把原子裡面一區 一半呢 有有使用 一半沒有使用 之後呢 我去他原子看 他說好可愛喔 你有跟我說 我叫一半 一半沒叫到 因為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柑橘 整個 從 從採收完以後 一直到 到這個 清緣 然後呢 整支修剪 一直到 到下肌肥裡肥 這些呢 都有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 那麼 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的肥料的使用呢 今天有機會 都有跟各位談一談 這柑橘的肥料的使用 幾乎是 是差不多 都差不多 包括我們的大顯柑橘 溫蛋 白油都一樣 所以像這個衰敗以後 你把根系挖起來看 他的順根大概都已經爛掉了 都爛掉了 而且呢 有的 有的這個 枝根 或者側根 他的 病菌呢 都已經跑到裡面去 那麼整個須根 大概就 大概都 不是長新根 而且是爛掉 爛掉 那我們看一看 我們的根系呢 我們長在表層的 我們常常呢 喜歡使用 顆粒性的肥料 一般呢 一般我們的冠型融法 喜歡顆粒性肥料 顆粒性肥料使用之後呢 不會讓根系你的表層 沒有辦法誘引它往下 這是一個很大的敗筆 任何的果樹都一樣 我們希望誘引根系往下 往下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 它根系往下的話 土層呢 一往 表層 很容易就土層 這個水分 汗氣的時候會增散掉了 可是 如果進入到這個底層的話呢 根系進入底層的話 它可以比較耐焊 底下還有水 比較耐焊 第二個要炒生栽培 你不能夠把粒草劑使用之後 這個整個 整個表層呢 都光光的 陽光一曬 這個蒸化掉了 等一下我們會 也會談一下 為什麼要炒生栽培 像我們的會員啊 安全革命是學會的會員 我去他原子 我這樣走過 如果用粗草劑的 我就不進去 為什麼 他已經放棄了他的原子 有一句話很重要 沒有生態 就沒有農業 這句話呢 是顛覆不破的 你沒有了生態哪裡來的農業 那因為農業呢 就是跟生態結合在一起嘛 各位看到這些都是爛掉的 爛掉的根系 這個更清楚啦 上面的這個 上面的一邊群跑下來 結果在這裡感染 這裡是一個邊坡 下來以後 在這裡感染 結果這邊根系爛掉以後呢 這個對上去的這個 這個枝條黃化了 假如說這個是黃濃變的話 這個是青黃濃 青黃濃 黃跑加深一半 這些還沒有感染 但是呢 這一顆也會慢慢被感染 這個怎麼 怎麼 黃濃變只有黃一半 這個不是 這是根腐病 這個會繼續擴展 擴展到最後呢 這個 整個都會黃掉 而且是猛爆型的 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呢 是在新竹 新竹 我的學生呢 在附近的橄欖堂 這個上班 他跟我講 老師這個 很奇怪喔 整個都黃掉了 這一片本來很漂亮的 這一顆顆 說一萬塊 這個很快就死掉了 我跟他講 挖給你看 我就 借了一個鏟子挖給他看 這根系全部爛掉了 這個爛掉的根系呢 我們拿回去分了 可以分到很多 放到水裡面 這個疫病菌就跑出來 我們的根系 各位要注意 你下過雨之後 一定要趕快去處理 或者沒有下雨之前要處理 如果現在得病的話呢 一年要處理兩次到三次 這樣才能夠慢慢的回復 我們講喔 好像有一年喔 給各位看 這個是屬於內層根 我們要挖到內層根 也就是說你不是挖表層根 表層根大概是 你看不出什麼問題的 要挖到內層根 因為我們的柑橘 柑橘是我們屬於蝦木形的 蝦木形的果樹 那蝦木形的果樹呢 30公分以內的根系 佔所有根系的百分之76 那像茶葉啦 像這個咖啡 那30公分裡面的根系 佔所有根系的百分之86 所以你要30公分這裡面的根系 你要跟它照顧好 那大概已經照顧了百分之76 或86的根系 所以這裡面的根系 大部分30公分裡面的 因為我們的農友 這個長期以來就是 顆粒性蝦蝦都撒在上面 所以我們的根系 大概就是表層 都表層 所以你挖的根系 大概都是30公分之內 這個也算是內層根 內層根 所以你要挖不要挖表層根 挖內層根 內層根呢 你就會發現說 它的根系都已經爛掉了 都已經爛掉了 但是這個有沒有叫 我們講出現了這個好像 黃濃病的柑橘 這個我跟各位講 這個絕對不是黃濃病的柑橘 我們去看的時候呢 有很多單位一起去看 但是呢 這個黃濃病 我剛才講這個不是黃濃病 因為從這個省政府時代 30年前的時候呢 省政府成立一個叫做 柑橘產業促進小組 那我就是裡面的成員 我們看過的柑橘太多了 全世界的柑橘園 我走過的太多了 有產柑橘的國家我幾乎都走過 所以這些問題我是看過了 因為我們的柑橘呢 先長種再長橫 所以先長種種再長橫種 那種種種長完以後再長橫的時候 長到這裡的時候 長到這邊的時候 底下沒長嘛 那底下為什麼沒長 那時候剛好是豪大雨 結果呢 它整個區塊 這個區塊大概至少有1000公頃 那整個柑橘呢 就很多都黃黃 快死掉了 快死掉了 於是呢 好像這樣 這個黃濃片 砍掉 我剛講這個不用砍啦 我們處理一下可以活過來 可以活的 可以活的 柑橘出來又好好的 像這個 好 這個 這整片都黃掉了 那我們可以處理嗎 可以 可以活過來的 那如果黃濃病的話 你沒有辦法說 我 我用這個 這個疫病處理的方式 就可以讓他回復 我們一般 現在就是 像醫生啊 像人的醫生 或者受 這個 這個生畜的醫生 也會有頭死問路的這個方法 就是呢 好 我認為你是什麼病 那我就給你什麼藥 你會回復的 OK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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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呢 我認為是疫病 所以我用疫病處理的方式 來處理 他會回復的 這樣這樣 來 這個第二年 蠻漂亮的 這柑橘要回復 整片的 沒跟他處理的話 這個 這個 這一副人家 就不用 就不用 沒有收入了 所以我們處理 像這樣處理 OK 好了 好了 所以像內層根 錶層根 我們 這個八八風災來之後 那有些是根系有進水 那有些是得了疫病菌 很多 這個 像這個 像這個區塊 這是東四 就看 出生缺美症狀 根系如果在受傷的時候 那很多微量元素 中量元素 大量元素吸不上去 所以你看看 哇 這個是 這缺美嘛 缺美的話 我們就噴一下 硫酸美 就可以了 這是治標而已 沒有辦法治本 治本的話怎麼辦 治本就是把根系 這個疫病菌把它處理掉 我們挖起來看 我問這個農友先生 你根系這個弄一下 我看一下 挖起來看看 挖一些表層根 我說不是保層根 要挖內層根 內層根 所以他說呢 你們需要原液系的也來 昆蟲系的也來 看一看 都是缺美症狀 我跟他說呢 這個要處理 處理的話 要先處理這個疫病 謝謝 疫病處理好 以後 讓它長根 各位注意 所以 我們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它疫病 根系爛掉了 所以處理方法怎麼樣 第一個 先把這個病原處理掉 所以我們診斷的時候 你光看到這個病症表現 你當然你拿去做葉片分析的話 會告訴你說 這個是缺美 甚至缺猛都有 但是呢 問題在哪裡 根系如果 如果爛掉了 什麼都可能缺 包括缺蛋都可能缺 你說蛋盒不足 那你就開始下蛋盒 這樣對不對 不對 所以處理 你診斷之後呢 你要處理 處理的才對 你診斷不對的話 處理方式絕對不對 好 這個缺蛋 缺美噴一噴 這個只是治標 沒有辦法治本 所以 我們處理方式 第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病 你這個 這個原因的 找出來的診斷的 這個問題解決掉 疫病菌 我們先把疫病殺掉 第二個 拿掌根 掌根以後呢 OK就回覆了 這樣就回覆了 這位先生 現在當我們 台中市農業局的局長 這位王博士 去看 這個 看 這個柑橘真的 真的 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如果沒有這樣處理的話 大概就沒有這個柑橘 所以 事實的診斷 正確的診斷 那麼 你可以有很好的結果 那像腺蟲的話 它會 會整個 整個 不會黃化 有些人說 那算糖 不是啦 腺蟲我懂一點 我可以確定說 這個 剛才這個不是腺蟲 那麼 得腺蟲的樣子呢 就是呢 葉片變小 而且呢 葉片稀疏 但是不會黃化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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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這一顆呢 這一顆是在東山鄉 這一顆 這顆照片呢 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 都是28年前的照片 當時呢 這一顆是蔣經國先生最喜歡吃的 叫做 軟脂碰肝 軟脂碰肝呢 因為以前在我們白河啦 東山啦 還有在 在潮州 在雲林 都有所謂的軟脂碰肝 那個碰肝很大 很好吃 後來 都死光 他們就黃龍病死掉 其實都不是 都是這個異病菌把他幹掉的 那我最近呢 開始在呼籲 呼籲 呼籲這個軟脂碰肝 那我在台南縣看到一顆 那麼 我在 在東市看到一顆 結果在佐覽看到一百多顆 所以今年開始 我們在佐覽 開始在進行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軟脂碰肝的 這個呼籲的工作 呼籲兩種 一種是 一種是 佐覽的 軟脂碰肝 我想這個可能可以 變成當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產業 那麼 除此之外 我希望他們的後代 能夠從這個 產業 能夠 獲得利益 另外 我們在北投 呼籲草山肝 什麼叫草山肝 就是我們的桶肝 我們的柑橘 像這類的柑橘 碰肝 桶肝 碰肝是寬皮肝 桶肝 它是寬皮肝 跟成類的雜交種 就是200多年前 從大陸引進 當時的桶肝 引進了 種在這個 崖明山 崖明山已經叫做草山了 所以叫做草山肝 後來呢 這個 因為柑橘很容易突變 突變 那麼我想轉之碰肝 也是突變 突變種之一 那麼我們的桶肝 這個突變 變得比較大 在哪裡突變 在宜蘭突變 叫大春種 大春種 但是呢我覺得 草山肝 原種呢 確實是風味絕佳 所以我們現在在呼籲 這個草山肝 那我希望說有一天 有一天 我們的很大的碰肝 還能夠 軟質碰肝 還能夠在市面上 能夠看得到 OK 那得到聖蟲之後呢 他除了這個 這個 這個葉邊稀少之外呢 他也會有枝枯的現象 那春天的時候 很容易落花落葉 夏天的時候 葉子會捲 然後呢 這個會落果的情形 冬天呢 就會出現了黃葉 柑橘呢 是一個藏綠 這個熱帶的藏綠果樹 藏綠果樹 那麼這個藏綠果樹 不應該有黃葉落葉的情形 所以有黃葉落葉的情形 就是要檢查根部 我們看一下它的根部 大概就是像 像這樣子 會 會有這個壞居的現象 那麼這壞居的現象呢 我們如果只要染色 一染色就知道 這線 一隻一隻現象都在裡面了 這個很清楚 除了這個以外 那 我們還有一個柑橘線 這個柑橘線蟲呢 我們的 全世界種柑橘的地方 都少不了 它都會存在 但是呢 它的樹木呢 這個 這個 十公克的圖廠裡面 要超過一萬三千隻 它可能還到達危害的等級 所以這個還都還好 還好 你只要根系好好的話都OK 這都是線蟲 這個線蟲 都在這裡面 在根系上面 這樣一隻一隻的 這隻的 好 另外要談一個尾雕 尾雕 那麼這個尾雕呢 我們黃化呢 再過來就是尾雕 那尾雕呢 譬如說 土壤太乾燥也會啦 那麼這個 這個土壤進水啦 或者說我們的這個 筋部 筋部受傷 或者根腐 或者我們圍管樹的 病害 昆蟲都會 好 綠色狀態下 它變成綠色有點退 但是呢 整個蜘蛛會枯掉 這個叫做青褲病 那我姐舉了這個例子呢 是 茄褲的青褲病 當然這個青褲病呢 它並不是 它並不是只有感染 茄褲 像我們現在種的草莓 也很容易得青褲病啊 像現在台東的這個荔枝 這個茄荔枝 也會得青褲病 發生也會有青褲病 這可以感染很多啦 不是只有茄褲 也不是番茄啦 台東啊 這樣 不只是這樣而已 那麼這個青褲病呢 它可以殘存在土壤裡面 很久的時間 那麼它可以從根部侵入 根部侵入 因為它是細菌 那麼這個細菌呢 細菌的病害 它本身啊 這個細菌 它本身沒有主動侵入植物的能力 各位記住啊 它沒有主動侵入植物的能力 它沒有 但是呢 它可以從山口 或者自然開口 或者山口裡面包括 積聚感染的 或者說昆蟲感染的 昆蟲危害的 或者腺蟲危害的 從這山口裡面侵入 像這個 那麼它在土壤裡面的樹木呢 原本不多 原本不多 所以呢 花病的時間 大概都是呢 細菌呢 輕入以後 慢慢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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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菌量還很低的時候呢 我們 我們看不到這個 這個病害 可是呢 等到它細菌呢 開始 增長很多的時候呢 OK 它就發病了 這發病的時候呢 我們大概都是在 第一串果 開始要著色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的成本 已經投下去了 那這個看到 要採收了 忽然間整片 都毀掉了 這個有沒有救 這個沒救 尾管室的病害是沒救的 沒救的 那你只能夠怎樣子呢 就是沒有感染的 我們來處理 感染的 那就沒辦法 那我們把肩部切開的時候 會看到它的 它的這個荷化 什麼是荷化呢 結果它尾管室為什麼荷化 尾管室呢 荷化 輕膚病 它是細菌性的 那麼這個細菌性的病害呢 那麼 它可以在 它可以進入尾管室 進尾管室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細菌 它會產生黏膜 會產生黏狀的液體 黏狀液 黏液 所以黏狀液呢 細菌很多的時候 這個黏液呢 就把我們的導管 阻塞住了 阻塞住了 那另外一派的學者認為呢 它是可以產生一些毒素 產生毒素之後呢 OK 讓這個 讓這個尾管室呢 死掉 你阻塞住了 氧溫水溫上不去 當然啦 這個 這個尾管室的 這個薄壁細胞 它就會死掉了 死掉以後 它就是荷化 它變成荷化 變成荷化 這樣荷化 這子豬就死掉了 像這樣子荷化掉了 我們從切 這個 這個 橫切面來看 這個尾管室都已經荷化掉了 那你如果要 更精確 因為這個 這個尾管室的病害 也不只有這個細菌性 還有一個真菌性 就是連胞菌 所以你要看看 是不是細菌性 或是連胞菌的 你可以跟它看一看 我們追蹤一下 原來它是從根部 根部過來的 從根部過來的 那你跟它放到水裡面 把這個切口放到水裡面 這個細菌會跑出來 成N物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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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告訴你說 這個叫做輕固病 所以診斷的方式就是這樣 診斷的方式就是這樣 這很簡單的 另外一個呢 是真菌性的 連胞菌的尾貂病 我用苦瓜來做說明 譬如說 這顆尾貂病 這顆沒有 那它得尾貂病之前 在細菌侵入 這個真菌侵入 真菌有主動侵入的能力 主動侵入植物的根部能力 細菌沒有 真菌有 細菌沒有 那侵入以後呢 它開始 剛剛這個也長不好 這個真菌還沒有長到一定量的時候 它還可以長 可是呢 隔壁的這顆沒有的話 它可以結果 這個還沒有 這個還沒有 那麼它會出現尾貂的症狀 尾貂 那麼這個尾貂呢 也是尾管素 尾貂的尾管素 受害的這個 一種病害 剛才千菇病是細菌 就是真菌 那各位各位從外觀就看得到 它是整個是 裡面是荷化掉的 即使呢 我們講 我現在來做嫁接 我們今天有時間之後 我還跟各位談談 沾木 沾木 瓜類用沾木 茄子用 番茄用沾木 柑橘也用沾木 這沾木呢 怎麼去選擇 怎麼選擇 像這個用絲瓜做沾木 用絲瓜做沾木 不見得是很OK的 不見得 絲瓜也會得到 我們這個尾條病 也會 那我們切開裡面 尾管素呢 是荷化的 這個 你放到水裡面 它不會有細菌跑出來 因為它是真菌 那麼這個真菌呢 也是從根部這樣感染 根部這樣感染上去 所以有很多的農友呢 他會在 在旁邊呢 靠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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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接一顆絲瓜 這是苦瓜 這是絲瓜 靠接一顆 或者靠接兩顆 三顆都有 那有些靠接兩顆之後 就把苦瓜呢 切斷 切斷 在這裡切斷 切斷 意思就是說 好 因為苦瓜呢 叫不耐 叫不耐水 也叫不耐這個病菌 所以它就靠接 靠接 甚至呢 有些很認真的 就靠接了三四顆 但是靠接的時候 各位要記住 你一個靠接 跟另外一個靠接的時候 至少 要間距要有二十公分 不然呢 它會互相干擾 會互相干擾 會互相干擾 那現在的病菌呢 因為我們的品種 越來越多 所以呢 它有時候感病的時候 不見得是肌部 感染是肌部 它跑到上面來了 這個 整片原子 每一顆都有 每一顆都有 都是風雨傳播的 從風雨 從這邊感染 從上面感染 感染之後 它可以往下 可以往下 所以你說 我斷到這裡 可是呢 底下還有 它就一直往下蔓延 那有一些 有些品種 它出現的病症更不一樣 像這個是苦瓜 這個蠻新的品種 結果感染的時候 像這樣感染 跳不遠 黃化 黃化 這個黃化 我們剛剛講的黃化 它是從這裡侵入的 我們 我們在做診斷的時候 要跟消防隊一樣 消防隊去看產 這個 施火的現場 要找到的是什麼 啟火點 啟火點在病害裡面 來講 你要怎麼找呢 發病最嚴重的時候 的地方 我們叫病灶 就是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從那裡感染 感染 那我們 我們起火的地點 灶的最嚴重的 也是起火點 對不對 這個病菌呢 也會造成 膨大 裂開 膨大裂開 像這樣裂開 或這樣膨大 那麼這膨大為什麼會膨大 其實植物呢 為了抵抗病菌呢 它有幾個反應 一個反應叫做過敏性反應 另外一個呢 叫做增生 增生 這個是 它增生 增生 那其他呢 像一些腺蟲 腺蟲 像這樣 它尾雕了 也會尾雕 尾雕 尾雕之後呢 這個根柳會突起 那我們講 瓜類 瓜類就是 水跟根 瓜類的水的應用 跟根的生長 很重要 主宰整個瓜類的這個 這個產 這個產 產量跟品質 所以像這個 哇這個根系要很多 這是西瓜 各位如果像我們 我們台南的 阿南菇 很多的西瓜 那西瓜 這 這 我們的老農夫會講 一個西瓜高大水 所以這個西瓜就是要很多的根系 很多的根系 要有很多的佛性的根系 我們講根系 兩個 兩個因素主宰我們的根系的吸收能力 第一個 根的數量 根的數量要夠 第二個 根的佛性要夠 數量夠是什麼 數量夠就告訴你說 我們這個數量 就是它能夠 能夠運作的 能夠有執行功能的 的這個 這個面積要夠 根面積要夠 第二個 就是呢 它的活性要好 也就是說 我們土壤 根系生長的這個土壤 或者戒指 我們必須要讓根系 生長很舒服 所以裡面包括什麼 包括它的物理性狀 化學性狀 生物性狀 三個 所以這個根系都幾乎沒有了嘛 所以這個苦瓜 這個產期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講 根系 決定植物的壽命 根系決定植物的壽命 我這輩子都在跟根系呢 這個研究 這個離不開啦 為什麼 因為我的博士論文就做這個東西 怎麼讓根系長得好 後來我發現用微生物來處理 比較好 比較快 是年輕的我 帶著很多的根 像我們現在做的設施 設施設了之後 你的土壤大概就不容易 搬動移動 所以你只要感染任何的土壤變害 這個變害就成為你的夢魘 像這個苦瓜 哇 黃掉了 裡面也是這個老葉很多 挖起來的根系 哇 很多 我們講 你講一顆 一顆我們的農友先生很好玩 他採 他這個 原子要處理的時候 他要把地上部砍掉 地下部會留著 這個 柳子做什麼 柳子當肥料 可是 我告訴各位 你只要一顆的苦瓜的根柳 大概可以 危害一隻地 一張就好 可以危害一隻地 不然你試試看 你歪一顆 放在水頭 流過都對 每張都對 因為這種線蟲 根柳線蟲 他危害作物的種類太多了 目前為止 在台灣我們算過大概超過300種 包括這個蔬菜 果樹 還有蔬菜裡面就包括葉菜類 菁菜類 還有茄苛 瓜類等等的 我們目前全世界的瓜類跟茄苛 瓜類跟茄苛 到目前為止的經濟品種 沒有一個 可以看根柳線蟲 沒有一個 所以這種線蟲 目前為止 我們全世界 像以美國來講 美國一年 要花1.7億美金的這個錢 來防製腺蟲 但是一半是用來防製根柳線蟲 那麼台灣 我不希望用那麼堵的農藥來用 我們慢慢用維生物的東西 去處理 去處理就好 那麼這個根柳線蟲 他進去的時候 會有傷口 這個殘暖的時候 傷口更大 所以他會破壞 破壞這個植物的 破壞植物的抗病性 譬如說我們這個植物 本來不會得到疫病的 但是感染之後 會得疫病 像這個苦瓜也 忽然間 哇 死掉很多 為什麼呢 我們這樣挖起來看 他就是得了腺蟲 跟了腺蟲之後 OK 要得了疫病 要得了疫病 所以他死得更快 死得更快 在我們台南 我上次到了山上 山雄 來門 我去看了一下 跟他們上課 上了這個木瓜 上了木瓜的課 那木瓜呢 跟著現場是其中一部分 木瓜呢 其實有五種花 我中會 雄花 雌花 雌花 雌性兩性花 雄性兩性花 正常兩性花 五種花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用的是什麼 是 我們用的 用的開了花的 這個蜘蛛呢 是叫做正常兩性花 就是呢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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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瘦長型 比較瘦長型 那麼中間呢 還有一些 一些這個 一些生理問題 我們等一下就講 木瓜 是個肉質根 肉質根 而且是很淺層 很淺層的肉質根 那我們現在木瓜 有很多呢 是用千叉苗 或者用組織培養苗 所以呢 並沒有組根系 沒有 它是長出來的就是 就是這個枝根 我們講根系就是 組根 枝根 側根 須根 這四個 但是呢 我們很多的木瓜 因為組織培養苗 或者說千叉苗 所以它沒有組根 所以我們這個木瓜呢 好 我們有的時候呢 有根系呢 一長下來 OK 就會受到現場的危害 尤其是沙子地 沙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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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現場最喜歡的 有利於它的繁殖 跟它的散播 好 那各位看啊 這個是 這是 孤正浦先生的太和農場 這個是在屏東 這個照片呢 大概是 二十五年前的照片 那麼 他那時候種了 他的太和農場種了木瓜 有一天他們經理就問我 說 這個木瓜有沒有那個 感情 我沒有 我沒有聽過啦 他說為什麼 我問他 我去看一下好了 我就開車 從台中開車去看一下 OK 各位看啊 這個 老葉黃葉蠻多的 再過來就是 它的肩部很細 所以叫做甘甲 這個甘甲鏡 它不太會結果啦 而且結的果實 蠻小的 結的果實蠻小的 這個其實不是甘甲鏡 因為 這個我們稍微剝開 一看就說是根柳 整個是這樣的根柳 主根不見了 那這個我們就做診斷了 如果他買的苗 是有主根的 是嫁接苗 那麼他有主根 可是種下去以後 主根不見了 表示說 當時的土壤裡面的 線桶密度很高 下去以後 主根馬上就被 就被危害掉了 所以剩下的就是一些 一些枝根 上面長的根柳長得滿滿的 長得滿滿的 這個就是 根柳線桶的母蟲 這個一隻母蟲 他的壽命是一個月 在這個月裡面 他可以產兩千個 到六千個卵 每個卵的 這個孵化率幾乎百分之百 所以 你看 像這樣的 這個人 拿這個 丟到你的原子裡面去 看到他 千萬不要讓你 讓他走進你的原子 那麼這個 這個母蟲 產染力太高了 那像這個原子 OK 這個是我們進入了 第三年生的木蟲 但是呢 他開始也出現了這個 生長 生長衰退的情形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根性 這個本來還有主根性 本來還有 可是呢 他慢慢感染 可是說他種的時候 這個木蟲的原子裡面的 現場密度變不高 他是慢慢 現場密度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所以他可以活兩三年 可是呢 你如果說這個原子要處理 要處理 我建議各位呢 盡量 我們這個腺蟲啊 你如果 處理都掉的話 那麼 那個殺腺蟲劑 OK 就不可能在 不可能在社會上 還有殺腺蟲劑 對不對 腺蟲這種東西 很奇怪 你如果使用殺腺蟲劑之後 等到這個腺蟲劑 殺腺蟲劑 經過半摔期 或者經過臨時 之後呢 它的密度降低之後 它不但呢 世界上的報告 它不但沒有 沒有辦法殺腺蟲 而且呢 能夠促進腺蟲的生長 這個才糟糕 所以這個 這個殺腺蟲劑呢 我們之後呢 我是盡量 因為全世界最主的農藥 就是殺腺蟲劑 所以我盡量不敢 讓我們的農友先生 使用殺腺蟲劑 為什麼 很多人刺腳 刺腳 湯這裡比較多采人的療 這個 很多的農藥呢 是可以經由皮膚 進去的 所以我們農藥呢 LOD LOD50 或者 OD 這個 急性皮膚毒 還有急性口腐毒 這兩個呢 它都會標示出來 殺腺蟲劑呢 一般都是所有農藥裡面 所有農藥裡面 最高的 最高的 所以這個我都 我也要很小心 要很小心 這個都 我們床在這邊 另外異病 跟柑橘一樣 跟柑橘一樣 異病 那麼 我們種的地區 我們的農委先生 真的很認真 你要跟他講 異病 這個會靠風雨重播 所以呢 他就用塑膠布 把這個原子全部包起來 我包起來 看他 看他要怎麼疼 OK 這個包起來 如果 如果木瓜 以台灣來講 我不贊成 用這個銀A式塑膠布 因為在夏天的時候 它的溫度會過高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木瓜 也是成根系的 成根系的 那根溫過高 我們講根溫啦 根的溫度 植物的根溫的溫度 最好是20到30度 如果超過的話 那麼根系的生長 會受害 所以最好是用什麼呢 最好是用這個 這個 液草錫 或者 你可以用 用銀黑 用這個 黑色塑膠布 不要用銀黑色塑膠布 為什麼 這溫度太高 夏天的時候 溫度真的太高了 太高 那你各位再想想看 我們這個 這個塑膠布蓋起來 那也就是說 你肥料都放在裡面了 都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你把肥料都交在裡面 可是我們木瓜 有苗期 也有生育期 有營養生長期 也有孫子生長期 我們營養生長期的時候 我們下了肥料 跟孫子生長期下了肥料 是不一樣的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它 所以我現在在上的 現在在農民獎堂上的 這個有機 有機無毒的 這個蔬菜的栽培 我就會談到這個 我們以前的有機 真的失敗在哪一點 失敗的是 我們把這個發酵 發酵過的固態肥料 放在我們的原子裡面 那就想 我這樣就結束了 可是呢 好 我們把肥料放在這裡面 好 我們的木瓜 在結木瓜的時候 你希望木瓜這個長得大一點 或者說木瓜甜一點 木瓜它也不能太大 希望它甜一點 葉片長得好一點 所以你必須要適時調整它的肥料 可是你用 你把肥料都埋在裡面了 我們木瓜 它有沒有頭腦 沒有 它不會像說 我今天要吃日本料理 我就做日本料理 雖然你把化果料理 日本料理 中國料理 這個都放在裡面了 可是呢 它不會說 我今天要吃日本料理 我今天要吃化果料理 我現在需要什麼養分 我自己會選擇 植物沒有這種能力 它吸收最多是什麼 蛋尾 蛋尾是它的優先 為什麼 植物兩個本能 一個本能 我們講 就長心燒 它的養分的轉流 allocation 轉流 轉流的優先是什麼 長枝條 為什麼 它要延伸它的這個生長的範圍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優先 第二個優先是什麼 第二個優先 第二個優先就是呢 把養分 長到這個 這個幼果裡面去 就是它的第二個優先 所以養分呢 植物枝到養分之外 第一優先呢 是長枝條 第二優先呢 是給幼果 幼果是什麼 傳宗接代 傳宗接代 所以它延伸生長範圍之外 它就是要傳宗接代 所以這兩個呢 第一個 是營養生長 第二個 第一個長枝條是營養生長 第一個 開花結果 是生殖生長 這兩個呢 是會互相抵觸的 會互相抵觸的 那你怎麼樣讓它長得好 長得好 怎麼樣 我們要採收的是果實 那你一直讓它長枝條不對 所以我們在整個 作物生長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適時的去調整 我現在要長營養生長 還是我要生殖生長 所以我們要 除了用肥料之外 我們要用一些 原藝上面的這個技巧 譬如說 好 我要摘芯 我要輾芝 我要除側芽 這些呢 都是呢 我希望把養分集中在哪一個部分 像番茄 像一里天 一里天番茄 我們就是要摘芯 如果說 我這個芯燒 燒掉了 等一下我們會講番茄 番茄 昨天有我們的會 有一個歡迎 跑來找我 他說 老師 我看到路邊上 這個路邊有人在賣番茄 一盒 一台金 五十塊 二十塊 八十塊 但是我的都發 每一盒出我的原子 都要一百五十塊 但是呢 我的客戶 這些賣家 賣場 他說 我要擔任你 為什麼 這就是品質 品質 現在的人 生孩子生的不少 說我要求是品質 我如果買回去 小孩子不吃 那麼剩下的是什麼 兩個都是同樣吃 爸爸媽媽 這兩個都要丟到這裡面去 小孩子不吃 你給孩子吃要吃鬆快 他就說爸爸媽媽 我還要再吃 這個當爸爸媽媽 很有成就感 跟我們小時候不一樣 小時候小孩子幾大天 還是去買東西 這整個 整個 弄一瓶 這比較熱 像我們這個中文大學 旁邊有個第三市場 賣羊香瓜 我去看 二十五十八十的 三個 我問他 這個 你賣最多是什麼 八十的 現在還要二十的 二十的 整個沒的比較難吃 這個比較硬 比較不甜 小孩子不吃嘛 這兩個一定是 爸爸媽媽兩個垃圾桶再吃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現在 要有一個觀念 價格是消費者決定 價格是消費者決定 所以 你只要第一個 安全 安全 你這樣證書 安全 我要吃安全的 第二個 我品質要好 外觀好 這個消費者 再高一點價格 都會跟你買 我想五十塊的 市面上賣五十塊的 你大概一盒 大概整個 頂多賣到三十塊 頂多 我想可能還不到三十塊 那我們的會員 出去百五 人家就賣三百塊 現在 三八塊到五十塊 那差那麼多 六倍的價格 誰會去買 很多人在買 公不厭求 現在就是 我們安全革命學會 會成立 我是希望保留 台灣的農業元氣 我們希望做精品 能夠栽培 你栽培是怎樣 我今天 像我沒人過年 我會買一些這個農產品 送給這個 一些高官 我送的都是有目的的 我送你這個五院院長 我送幾個校長 送過去 像柑橘 我一個會員 我跟他講 今年今年今年你 我跟你買六十盒 六十盒 送過去 他跟我講 我怎麼忽然間 這個 這個禮拜 接到訂單六百多盒 六百多箱 為什麼 因為你送朋友吃 這朋友吃得不錯 他會不會跟妳講 老蔡我吃完了 你再送我 不會吧 他就看那個名片 去訂 你一年把 一年一年 你如果有品質 有夠 你要吃得滿意 隔年 你還沒採收 他一直打電話 你會賣一枚 不會賣 賣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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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這樣子 像我們的木瓜 我希望說 不要用這個 因為 不要用銀燃的塑膠布 因為這個缺點太多了 我們上面會蓋這個塑膠布是有什麼理由 第一個 我希望不要雨水淋洗 第二個保溫 第三個防雜草 這個保溫是保地溫 地溫 事實上很多的報告說 地溫越高的話 那麼這個到一定的程度 它會促進生長 可是超過的話不行 這樣就不行 所以這個 這個 你又蓋起來都要疫病了 跑不掉 它就要底部 所以像這顆 它是皺脂根 所以還是 這個 還是這個 綠綠的時候 我們跟它挖起來看 它根系全部爛掉了 還有帶點紫色 帶點紫色 那麼這個疫變菌是靠水流傳播 所以你假如說 這個水流流過 流過 像這顆 我們看在那根部 它已經爛掉了 你把它拔起來 這個不用練過什麼舉重 這個把它拔起來 因為根部都爛掉了 那麼疫變菌 可以經由這個飛箭 傳到上面來 所以上面也會感染 瓜類 瓜類也是最明顯 瓜類有時候 你這個種在室外 雨水飛箭 把變菌跳上來 跳的時候 大概在一公尺左右 一公尺底下 它會感染 一般都是葉液 葉液的地方 葉子跟肩部生長的中間 這裡 這裡能夠儲水 所以進來以後 它可以在這裡 存活一下子 麻煩就感染 感染之後出現水晶狀 就這樣子 你要講 鬼仔黏到 晚上有些鬼使 不知道要叫 他就用手指頭幫你刮 插死 叫鬼仔黏到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傳播很快 我們怎麼看 怎麼做診斷 你要說 像這樣子 這麼嚴重的 你再來處理 太慢了 你如果看到 像這個 這個原子 指過去這裡 這個葉子 下垂 就表示根部 已經得到一邊群 肩部下垂 角度 不一樣 我等一下 也會做 我們診斷 不只是診斷病害 蟲害 我們要診斷它的健康狀態 所以 好 這個木瓜 這個 你 這個得病的 不要掉在地上 掉地上以後 它傳播更厲害了 靠水的傳播更厲害了 這樣子 整個就這樣 看到 這些木瓜 這個 臉都黑了 這個不是曬黑的 這臉都黑了 這個全部都得疫病 很可惜 好 那麼這個 我們就不再談這個了 這個是桃子 這個我們沒有通 好 我們來談一下番茄 這番茄 現在呢 我們如果 我們講 原類累積 原類累積就是說 好 假如說 你一直在浇一些 一些肥料 但是這個肥料呢 植物 這個 吸收了一些 但是你如果太熱心了 一直加 有些沒有辦法吸收 它就累積下來 這個累積下來 尤其是 在設施 設施的狀態下 它沒有經過 雨水淋洗 火水不會沖掉 不會沖掉之後呢 一段時間以後 你會發現說 那種了之後 開始 第一番茄來 開始轉色了 開始 這個植株開始黃掉了 黃掉了 開始黃了 那黃了以後 你仔細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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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講 我們診斷不是診斷 病害 床害而已 我們要診斷植物的健康狀態 診斷它能不能夠 能不能夠 能不能夠 長得 長得 量夠 這個產量高 品質好 為我們賺一些錢 這個是 這個是最主要 心肥 這就要不收 這個表示什麼 這植株已經進入 老化了 它的根系 最主要是它的根系的問題 根系問題 像我們看這個葉片 我們這個番茄的葉片 番茄的葉片 你看一下 番茄是蜈蚣式的生長 也就是說 三片葉 來照顧一川 一川花穗 三片兩片 底下一片 這樣三片 這是一個 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 他們的葉片 在還沒有 還沒有成熟之前 它是角度比較小 成熟的時候 角度是 這個 這個 90度 像這個花穗 我們發現這個 這個 只有結兩三個 怎麼 一剛開始就這樣子 我們看看它的 它的底下 它的戒指 這個真的是 整個全部都是 就是 鹽巴都掉下來了 這個其實 不是 不叫鹽巴 它是叫鹽類 就是我們下了很多的肥料 這鹽類 鹽類累積很多 好 這 沒收了好 有收了好 那我們看看它的 它的直床 這隻的直床 喔 一片雪白 一片雪白 這整個都雪白 這全部都是鹽類 紅骨粿 你會不會這樣 不會吧 你會這樣的話 我機會打你屁股喔 這個叫鹽類累積 鹽類累積 這邊要處理 這個要怎麼處理 這個呢 我們 一般 我們會用熱水 來 來處理 這個 最少 最少一年 要處理過一次 一年 那為什麼用熱水 第一個呢 熱水 熱水 我們用 用大概90度的熱水 你可以灌下去之後呢 底下 還有85度 那我們一般的 細菌 真菌呢 大概80 這個85度 鹽類大概都死掉 包括腺蟲都會死掉 一般的熱水 也可以把這些鹽類 淋洗掉 淋洗掉 你每一年至少要一次 一次 熱水淋洗 不是蒸氣喔 是熱水喔 熱水 蒸氣只有燙 燙燙燙而已 這個還是在這裡 對不對 好 這個 我們就 不談這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要怎麼去做診斷 植物健康不健康 怎麼做診斷 診斷 診斷 我們要先知道 這個 這個植物有製造養分 跟消耗 有消耗製造 我們有製造養分 有消耗養分 那養分的製造 包括從 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根系吸收 一個是葉片光火作用 兩個 一個根系吸收水 還有一些 這個是 大量元素 中量元素 微量元素 根系葉片光火作用 二氧化碳 經過二氧化碳 以下出作用以後 我們形成的就是 這個 到 譬如說 蔗糖 澱粉 消耗的 像呼吸作用 呼吸作用 或者 我們的 同化作用 呼吸作用 就是 在代謝 還有物質轉流 轉換 另外一個是 同化作用 就是 細胞增長 還有 長出一些新的 枝條 長一些 這個新根 長一些果實 開花結果 這些呢 是所謂的細胞增長 所以 這個中間有三個作用 很重要 這個各位要知道 我們要談生理障礙 這要談三個 第一個叫做 第一個 我們叫做 光火作用 就第一個 第二個叫做呼吸作用 第三個叫做 同化作用 光火作用 只有在有光線的時候 有光線 然後 有光線進來 我們葉粒素 葉粒素 這個才能夠 去作用 產生一些 這個 糖類 糖類 還有一些澱粉 之外 呼吸作用 它不用光線 它 一天到晚都在呼吸 沒有呼吸 就結束了 人沒有呼吸 就削起來了 第三個 就是 銅化作用 就是在長枝條 長果實 這些東西 所以 這是一個消耗 那麼 養分製造 就是只有一個光火作用 消耗的有呼吸作用 還有銅化作用 再過來 如果有剩下 我製造了 然後經過消耗之後 我有剩下的 那麼 它就會儲存在 成熟的葉片 精 潤米布 水布含根系 再過來 我們 製造了養分之後 要轉流 轉流 轉流到什麼 我剛才講說 第一優先是頂燒 第二優先它是花絮有果 所以這個部分 是 是 是在行 營養生長 這個部分行生殖生長 再過來 養分會有競爭 養分競爭呢 成熟葉片跟新生組織 鄰近的花絮果實 譬如說我們的瓜類 你種苦瓜 你別人打巴都 每一節都長 這個不行 種絲瓜 種小黃瓜的最清楚 絲瓜如果每一節都長的話 每一條都是真尾的 都真尾 為什麼養分不足 很簡單 尤其是在後期 後期的話 養分的競爭更厲害 為什麼 不夠分 你說生五個小孩 像我們老婆生五個小孩 生五個小孩 你湯子 十塊 一人本兩塊而已 如果 四塊呢 哇 那個叫做養分競爭 五個人 全四塊湯子 但是你如果說 我兩百塊糖果 會不會競爭 不會 所以養分競爭最厲害的時候 常常是 植物呢 在進入盛產期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說 我到 我到 我到後期了 這養分競爭 所以你如果說 我讓根系 有品保持很好的狀態 根系也量也夠 根系活性也很好 那麼他知道很多養分 他會不會有競爭 比較沒有 不會說沒有 比較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學會 推估的就是叫做 優根 農法 植物的根系是生長之本 叫根本根本 就是這樣來的 先把根系弄好 所以 有一個叫做生育控制 各位你要知道很好 你要知道很好的品質 很好的產量 你就要知道怎麼樣生育控制 我怎麼樣控制營養生長 怎麼控制生長生長 這個中間我們要取得一個平衡點 營養生長 營養生長 營養生長平衡的植株 這個結石 葉片厚薄 大小 顏色適中 這些都有一定的 所以 經慢 有經慢的樣子 葉片有葉片的樣子 葉片有葉片的樣子 花朵花朵的樣子 頂燒 還有 我們的土壤的環境 怎麼給它水分 怎麼樣控制它的氧氣 孔隙度 酸鹼度 有機子含量 一般有機子含量 我們都是要3%以上 3%以上 3%以上 這個我就不談這些 給各位直接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根系 根系 以瓜類的根系來講 瓜類這個 可以進入1公分深的土壤 就是1公分土壤 多處的二次生產跟分布在土表的60公分的土壤之中 那我們這個根系 平均 每天各長6公分 6公分 那根系要怎麼養育呢 就根系 根本之道 根系的分布 土壤結構 給水施肥養根 病床外環境人意境 這些都要做一個評估 所以農業要農業的知識 要懂的話 也不少 你就是不斷的要吸收 不斷的吸收 農業的知識有廣面 也有他的眾生 也有他的眾生 所以 有很多的 人鬼先生跟我講 啊 老師我要上課之後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要怎麼回家 我說 你有什麼構想 他又跟我講 有什麼構想 欸不錯 我想他可以舉一反三 每一個頭哪個構造都不一樣 所以想法也不一樣 所有的教育 這個 這個 養育的背景 都會不一樣的 但是呢 如果 你切入了一塊 那你大概就是 可以賺了一些 像我們去年 辦了一個 薑的 薑的這個 示範光網 我們這個薑呢 它不是種在土壤裡面 我們種在袋子裡面 結果有人就算一算 喔 老師我一分利 可以種三千袋 那我們 我們這次去看的薑 這個 五月種 十二月收 一般薑是二月種 七月收 我們跟他做產期調節 嫩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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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種 七月收 邊到九月而已 所以十月一開始呢 就很貴 那我們就五月種 十二月收 哇 這次那 計算好了 對不對 一個袋子 我們換 三塊的薑種 我們大概收到 十二斤到十五斤 那次那一斤 八百塊 算十斤好了 不要一百 不要說十二斤 十五斤 不要說一百八十塊 一百塊 一袋也有一千塊 對不對 三千袋 多少錢 三百萬 三百萬 五個月 所以我今年 有很多人打電話 老師我剛好沒有去上課 沒有上課 我跟你講 你不能跟我講重點 又不是在考試什麼重點 我上課的時候會講很清楚 你要我用翻證片再講一次 電話裡面 我又不能用視訊 我也不會用 我兩個小孩都在國外 要視訊 我怎麼去視訊 腳底就好 就視訊 所以有很多的這個方式呢 我們這個都可以突破 現在的科技啊 我們科技非常進步 不僅是醫學 農業也是一樣 進步很多 所以你跟不上腳步的話 你單淘汰而已 好 像瓜類 我們這個瓜類 我們這個薑 我們為什麼用袋子裝啊 這是一個植物工廠概念 植物工廠第一個想到是什麼 植物工廠就是說 我用水耕 水耕 這個用LED耕 所以種子是什麼 葉菜類 但是呢 植物工廠的概念不是這樣 植物工廠的概念就是說 我用很可以控制 盡量可以控制的方式 來讓植物生長 而且呢 我用一定的管理方法 我的產期 跟我的這個產量品質 我都可以預估的這個狀態 我盡量能夠控制植物的生長狀態 我能夠控育齊 植物的產量 真植物的品質 那 這個還有植物的產季 這樣子我們叫做植物工廠 我們把植物呢 這個生產呢 當做一條生長生產線 這個 這概念叫做植物工廠 不見得一定要用在水耕 不見得要用在水耕 那水裡面呢 我們能夠加的養分 不會超過18種 可是呢 我們希望呢 我們用的這個織材 織材或者土壤 我們能夠有更多的養分可以存在 所以像這樣我們種植物 很乾淨的 很乾淨 再過來就是要看 看這個植物的這個 健康狀態 第一個 這是唐脈 第二個 這個是葉片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 根莖葉花果實種子 這些我們都要看看它 壯健康不健康 第一個葉片 葉片呢 有一個葉柄嘛 一個葉片嘛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看 第一個 角度 角度 這個呢 角度呢 是45度 這個是90度 如果90度的話 那是什麼 90度的話 那這個植物一定出問題 這個45度 然後這個 這個葉片面積呢 好 我們葉片面積設定在 68到120平方公分葉片 瓜類 不同的種類嘛 我設定是在68到120平方公分 一片葉片 那麼這個肩部呢 我們是七字形的 這樣七字形的 不是直子的 不是直子的 再過來 我們葉片的厚度 色澤 色澤 厚度 大小 還有 還有 這個 還有葉餅的 葉餅的長度 因為長度過長的話 不行 不行 這表示說 這個有問題 像這樣子 OK 再來過來 我們的根系要夠 因為 你只要是 把它設 做戒指摘培的話 那就是一個叫做根育限制 根育限制 根育限制的目的就是說 第一個 我希望沒有 離土栽培了 因為全世界的病害 像我們學植物遍禮的 就知道 這個病害 有分成空中傳染的 種子 空氣中傳染的 這是風 魚 第二個是種子傳播的 種子帶菌 第三個是水流 土壤 來帶菌 第四個是昆蟲 或者其他軟體動物來帶病菌 在這裡面 致死性的 會讓植物死掉的 幾乎全部都是土壤傳播性的病害 也就是說跟土壤有關係的 這個問題比較大 而且很難處理 致死性 像千枯病 剛才講的偉大病 這些目前為止 都沒有一個很好的化學要求 沒有 所以我們用戒指 離土栽培 離土栽培的時候 這些根系 這些根系 我們一定要 在一定有限的面積裡面 我們要讓根系長的數量要夠 第二個 活性要好 這個活性要很好 根系要很多 因為你整個 你這個採塑完以後 你整個直柱拔起來 你會發現整個根系是長得滿滿的 跟米粉差不多 這樣子 這樣子才能夠達到我們 這個水分跟養分利用 能夠充分的利用 像這樣 根系長得非常好 密密麻麻 這樣OK 我們長的這個瓜 這個叫新疆哈密瓜 其實新疆沒有這種哈密瓜 這個只有台灣跟日本有 新疆沒有 新疆的哈密瓜跟這個不能比 我們這個很好吃 新疆的哈密瓜很硬 而且甜度絕對沒有我們這個高 沒有 所以這個 你要種到這個程度 需要一段時間 那麼這個哈密瓜 我們如果說 說 一個籃子種一個的話 大概是七到九斤 七到九斤 那我們跟他一個籃子種四顆 那一個就是兩斤 七斤到九斤很難賣 很難賣 很難賣 一斤如果不百五塊 七斤就幾千塊 啊 要一個幾千塊 有時候人家下不了手 可是呢 你如果說 我兩斤三百塊 這個好 我一次吃完 七斤要分兩三次吃 所以我們就 就一個籃子 我們種四顆 種四顆 採收以後就是像這樣子 切開 這個入口即化 這個入口即化 你吃了這種瓜以後 你會覺得 有 有幸福的感覺 這個非常好 不往到人間走一趟 這個有這種感覺 好 我們談談他的生理障礙 生理障礙裡面 包括剛才的 剛才的更經驗 包括是松鼠 那 生理障礙裡面有一些是內在的 還有一些是外在的 溫度濕度水分光照這些 這些 內在的像生長室 管理受尾 回陪給水這些 那我們的瓜類 蛋尾過量 蛋尾過量 瓜類是什麼樣子 我們剛才講 他的這個 這個瓜類 如果是葉片 葉片 太大了 這個蛋尾過量不行 我們這角度呢 四四度 九十度 有的 都要躺平 這個叫做蛋尾過量 蛋尾過量 蛋尾過量 其實在台灣的農業上面 冠型農法 我常常看到 因為有很多的專家會講 台灣的農民 只要用蛋尾而已 其他不會用 我們蛋尾跟甲肥 蛋甲比 蛋甲比 我們像蔬菜類的 以番茄來講 我們的蛋甲比 大概是1比1.5 或者1比2 1比2 那瓜類的話 平常生長大概是1比1 蛋跟甲的比例是1比1 但是蛋尾不能過量 不能過量 蛋尾過量 就是像這樣 葉片也很大 葉餅也很大 像這個 這是典型的 這個不是中華民國 不是 中華民國的話 那就太糟糕了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差了幾個字而已 水準差太多了 你看這個 這個好像在長葉菜類一樣 很長 葉餅跟葉片的長度 差太遠了 所以表示說這個是過長 所以這種粿 會裂果 這個是很正常 很正常 因為大陸同胞 還在啃碎出草根 所以他們有的吃就好了 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這個品質差很多 但是 我們台灣的農友也有很多 是 還停留在以前那個階段 這個角度真的很大 葉片真的很大 葉餅真的很粗 很大 還敢笑出來 這個 這個 葉片比臉還大 我的葉片長得比我的臉還大 很大 但是我的瓜都裂開 我剛講的不錯 新品種 新品種 裂很多 這個是水分的問題 水分管理問題 等一下我們會講這個水 這個水 這個水 有很多的功能 第一個水是個載體 你從根部吸收水分 這個水分裡面 融入了微氧元素 大氧元素 等等這些東西 然後呢 進到這個葉片上 或進到其他器官 來供應養分 第一個 第二個是一個 蒸發作用 蒸發作用 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的植物呢 你跟它摸 絕對比氣溫還低 比較冷 如果植物你摸起來 有體溫的話 那你可能摸錯地方了 那個可能不是植物 你可能摸到其他的動物 剛好卡在那邊 因為植物的溫度 絕對比氣溫低 為什麼 因為蒸發作用 把它的溫度 增掉 譬如說你在設施裡面 你有查阿公 查一些阿公 你大概11點多的時候 你就去看阿公 喔 熱冷藏 可是你摸你的 譬如說番茄跟瓜 會不會熱冷藏 不會 阿公是空的喔 是空的喔 你的瓜類 瓜藏跟你的 你的番茄 番茄的這個藤蔓 你們是食心的 有水耶 水會不會除去熱 會啦 但是你想想看 葉片把它 把熱 把熱 把熱帶走了 帶走了 所以葉片的功能 非常不簡單 所以我們就講喔 你要降溫 降溫 降溫是什麼 第一個要有風 通風 空氣的流動 會帶走一些水氣 會 第二個 你的整支修剪 就必須要做到 通風良好的階段 所以我們就講 為什麼通風良好 就是說 希望能夠降溫 好 那我們剛才講喔 這個 這個 水分 水分攻擊 那我們看看 這個水分攻擊的話 這個 我們講 你如果要經濟作物 要先學三年的供水 要有三年 要先學三年 譬如說我們往文香瓜好了 哇 這個烈紋 有一個農文講 喔 早上五點外面 烈到 我的歸子 弄頭的 逼了之後 像這個都烈了 都烈了 然後我叫他先生拿來給我看 我說這個不烈 哪有 哪有 你不要暫時 不要告訴他 那要顧三天好了 再跟他講 我烈一下才有 因為這個 烈紋 之後呢就會癒合 所以剛開始有裂紋 但是呢 在產生裂紋的時候 裂紋就是 你裡面的瓜 這個長到一段程度 以後呢 大概是在 開花以後 第13到19天的時候 這個往文瓜呢 它的外面呢 長到一定程度了 那裡面呢 還是繼續在長 所以 外面的殼印 它是 裡面還在長 它就會裂開 長產生往文 這時候你如果水分過多 它就裂得太深 這個OK 這個裂得太深了 太深 太深以後呢 它以後就會成為 好像這樣 就會成為一條一條的紅溝 外觀不佳 外觀不佳 那如果這個時候 讓它好像這樣 以後外觀就不好了 外觀就不很好了 那如果 這個 這個我就跟它講說 你低能重 那你就說 這個是新品種 新品種好了 比較不會讓人 你說 明年 如果我們公佈呢 你說 新品種不見了 不再生什麼 其實這種謊話 不用講太多遍了 你講一遍 跟它講實在話 我就在那裡靜 但是我很有用心在靜 這樣就靜 這個呢 就是 就是 我們在裂紋的時候 水分控制不好 那如果說這個水分控制不好 我們一般 在網紋形成的時候 網紋形成 裂開 裂開是一個傷口啊 對不對 沒有錯啊 可是這時候傷口 我們要保護啊 所以這時候呢 依據一些經驗 我們必須要噴一些大生粉 噴一些大生粉 讓它的這個 這個傷口呢 不要發炎 不要發療 也有傷口發療 發療就爛掉了 就爛掉了嘛 就感染了嘛 第二個 很多的藥劑裡面 好像很奇怪 大生粉噴了以後 它的網紋呢 會更漂亮 這個很奇怪 這個到現在為止 我們也不曉得到底什麼原因 所以這個 像這樣子 開始有 這個傷口啦 這傷口沒有義和 沒有義和 沒有義和怎麼樣 就 開始變菌感染 感染以後 這個 就 就開始在這邊生長 所以很多的瓜 會產生這個情形 這告別很快就爛掉了 很快就爛掉了 所以我們產生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要 水分要節制 不然它還是一個生理障礙 生理障礙 第二個我們要做保護 其他病菌不要輕乳 好我們這個 阿魯斯這個品種來看 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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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阿魯斯這樣長的 我們這樣長的 我們好好照顧的話 我們這樣長的 這個 不管它怎麼長 它還是繼續在裂 這個裂紋繼續在裂 而且裂得更細 這個是義和的 之前長的 然後還是在裂 這次還是在裂 有更細的裂紋 長到這個時候 OK 這網紋好像蠻漂亮的 但是呢 它還是在裂 還在裂 真正的 真正的網紋 網紋的高品質的網紋是怎麼樣 就是這個線擺的 這個肉是綠的 這個其他沒有裂的地方是綠的 越綠越好 這個呢 是頂級的 是頂級的 這個網紋 所以我們的網紋 你說喔 這抽的 其實還有細的 仔細看還有細的 到這樣子的 這個網紋 我們叫做網紋相刮 網紋相刮 叫must menu 這個網紋相刮 這時候裂 這還是在裂 還有細細的在裂 這個裂紋的時候 各位要記住 網紋相刮在網紋形成後 磷的需求成高峰狀態 所以這時候磷就不能不給喔 那磷要怎麼給 我告訴各位 這個 你用磷酸鈣 200到300倍 灌在更新 這個是 我們的磷的吸收 是 是這個 是 是 PO4 PO4 這個 這個形態 來 來吸收的 那我們磷酸鈣 是 CAPO4 這個 兩個 兩個磷 兩個磷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 不管在 養我們香瓜 在一樣香瓜 這個 都要 都要 淋要夠 淋不夠的話 這個 網紋形成不佳 另外一個就是 你水分 跟養分的控制要好 像這個 種在土壤的 種在土壤的 你假如說 你的水分控制不佳 會變什麼 這本來就這樣漂亮 OK 在生長的過程中 它的生長 每一個心事 果肉的生長 會成不均勻狀態 所以 就 基辛果會產生 會產生這種基辛果 這個 這個 基辛果產生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 每一個心事 心事上面 果肉生長是不一樣的 就是 有時候水分多 有時候水分少 水分多的時候吸收多 雅分吸收多 水分少的時候吸收少 所以就是不經營 所以 如果像瓜類 你要做到精品的話 我建議各位 還是要用離土栽培 要用離土栽培 那麼離土栽培 我想 這個 目前 目前 在全世界 我想 尤其是中國大陸 這是一個最夯的一個 最需求性最高的一個 一個技術 有些 有些朋友 會到大陸去發展 台灣的土地面積其實不夠 大陸真的是很大 你要去發展 你要知道商機在哪裡 你的塵土在哪裡 第一個 離土栽培 是 離土栽培 又在哪裡做 石頭地做 岩檢地 像沙漠地 缺水的地方 還有呢 沼澤區 你都可以做 因為你不種到土壤裡面 跟土壤沒有關係 再過來又怎麼樣子呢 我們的戒指 可以就地取材 比如說 我大西北地區 那邊都種玉米 玉米桿 是一個很好的戒指 山東 或是福建 那個稻葛 是個好東西 捷桿也是個好東西 就地取材 然後去做發酵 這樣不是可以生錢 而且還可以創造財源 再過來 就是他們的這個休閒 休閒農業嘛 所以農業很重要 休閒農業 你要配合是 是離土栽培啊 休閒農業是怎麼樣 你一年四季 小朋友去的話就是 休閒什麼休閒 休閒就是看跟吃而已啦 兩件事情啦 其實是雞啦 離都市 一個小時的路程 看跟吃 吃的話 我全年都有東西跟你吃 我們剛剛分成三個年齡層 一個是小孩子的年齡層 一個是年輕的年齡層 一個是老人家年齡層 小孩子去 你可以到那裡 當場採東西 當場吃 很好啊 什麼 番茄還在最快樂嘛 整個大 怎麼像在噴風呢 番茄呢 番茄喔 你種下去 兩顆就可以收了嘛 對不對 所以OK 年輕人呢 種一些香草 等他 這個男生 要召一個小孩 把他帶去 種一盆 這個薄荷 好 薄荷兩百七十種 我要去那邊 兩百七十四 一等你 兩百七十七 他才買得完 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的 等你爬到的時候 欸 生小孩 現在也小孩又來了 等他還老啊 野傳 老婆 來吃 來 高年齡做什麼 藥膳 藥膳 藥膳是 是台灣人的 的強項 強項 所以這整個 整個有好的 有好的這個 生財之道 各位要慢慢去規劃 像這個都是 水分控制 水分控制 控制不佳 我們之後呢 這個控制了 控制了 OK 這一個七斤 太大顆 太大了 可以很整齊的採收了 這已經技術 已經成熟了 這樣OK 這樣就可以 達到一定的等級了 不會再大大小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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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有一個藝賣 藝賣活動 藝賣這個錢 給這些 惠民盲校的 這些小朋友們 瓜類的生長 戒指 是 一個重要的部分 再過來 戒指的 戒指的種類跟管理 那個就很重要 譬如說我們要種 種瓜類 什麼時候要給水 你們講說 瓜類的後期 不能給水 不能給水 但是呢 你要看它的成熟度 我們瓜類 什麼時候採收最好 以水果來講 水果來講 水果的香氣 是八分熟以後 香氣才開始飽出來 八分熟 你如果說 六分熟 我就加水 會不會有香氣 不會啦 果肉會不會成熟 果肉會不會成熟 果肉成熟 成磁滋狀態 雖然 陽香 雖然這個網雲香 它是一個更年性的 更年性的水果 它會厚熟 會厚熟 這個 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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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果心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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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再熟 很難 很難 這時候你可以切開 然後稍微用一點和風醬 醃一下 也可以吃 這個 這個 我們的農委先生 送我這個瓜 我想了很久 我不知道 怎麼做這種料理 因為這個果肉還不軟 還要切一切 但是肉會吃一切 以外 脆皮 應該補到中 所以我想一想 OK 好 把它做成三道料理 來吃 也不錯 我是學過真的 拜師學藝學過料理 所以這個 任何的這種蔬菜 不良品 我大概都還可以吃 所以像這樣子 你看 我用這個給各位看 就是這樣子 我們的瓜 瓜 像西瓜 越往外 它是往外成熟的 所以這段 這一段 都還是很硬 這段是沒有辦法 它不會成熟 你現在 你現在 如果陷水的話 它會不會成熟 不會 不會 這麼一樣 占這個整個 果肉的 將近一半 這裡是硬的 完全沒有味道 而且沒有甜味 這個要怎麼辦 我們去把它削開 然後切一切 醃起來 醃起來 早上給媽媽去配碗也不錯 但是我就覺得這個太可惜了 這幾條紋肉不會600塊 做成這個煙菜 這太可惜了 好 那我們看生理障礙裡面 有些水分供應過量 水分供應過量 水分供應過量就是 這葉子會捲曲 然後縱縮 像這個情形 這個 這個會出現在 中上位葉 就是我們從新葉算下來 大概是在第三片到第四片 開始 往下 三片 大概出現這個狀態 你看這個整個 整個 底下的是尾雕 但是這個不是尾雕 你看是尾雕 但是不是 這蝦子 很張白 但是它就出現這個形狀 類似尾雕 但是這蝦子沒有軟 沒有軟的 在上面就看到了 就是剛才看到這種症狀 上面的 你假如改進 改善了 它就回復正常 上面就回復正常 所以 底下上面的 這個告訴你是缺水 水分過量 像這個 都類似缺 缺膨的症狀 缺膨症狀 缺膨症狀 像這樣 缺了缺膨症狀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想 這缺膨的 我明明都有咬 有咬 但是我走不上去 為什麼 我的筋膨浸水 跟說浸水 那怎麼上去 腳外的怎麼走 就這樣子 像這樣 這邊的情形 底下 這個都是頂把 這個都不是尾雕狀 這個都是 很硬硬的 硬硬的 如果 果 我們的 果皮上面 它會出現 很多 烏斑 小圖形 像這樣 這個也叫做 這個也告訴你 是水分過量 水分過量 所以診斷 這個 有時候要人家講 全世界的診斷沒有輸 沒有輸 就是呢 要有經驗 要有經驗 那我這三十年來都是在玩這個東西 那真正很認真去學這什麼時候 我生了副教授以後 我發現到田裡面去 我真的不懂得蠻多 我想好 我要花五年的時間 好好的學 所以 任何地方有開的是 包括生理生理的課 學問生理 包括生理 果樹生理 事實在生理 甚至呢 日本 我去日本兩個會學什麼 學瓜類 學瓜類 從 這個 教一些老師傅 有這麼多 但是這個 日本老師傅 並不是說 他就告訴你 欸 他會講一道道理給你聽 有很多是試驗場的老師傅啊 這老師傅 大姐畢業就是在那邊做 一做四五十年 他老了以後 他們還不放他走 所以他的經驗真的非常豐富 診斷 需要經驗 需要經驗 那我把這些呢 都把它累積起來 那 瓜類的給水 好 有幾個 有幾個重點 重點 我把它寫在這裡 瓜類 近成熟時 應避免灌水 尤其是乾燥和給水 往往導致裂果 不能夠皺乾 皺濕的意思 第二個 溫往室內 瓜類的給水 視氣溫而定 高溫 增災量到 需少量多餐 持續供水 高溫的時候 以滴灌而言 每兩小時 第四五分鐘 這個當然啦 這個滴灌 這個四分鐘 是我們平常的 這個滴灌的方式 但是呢 你看 大小巷 大小巷 定止以後不可缺水 你長出正康的根隙 再過來這個 很重要 清晨的根溫很低 少供水 因為這時候呢 因為我們講這個根隙的溫度 20到30度很恰當 12度C以下 它的根的活性很差 你這時候跟它交水很糟糕 不行 不可以 所以我們等到呢 等到溫度高一點 吃其他 中午高溫 可以噴霧降溫 下午根溫上升以後 給水給回 比較好 夜間根隙吸收量 水有怎樣多 氣溫低 正在那下降 常有易密現象 易密現象 所以這個易密現象 也是個診斷的方法 之一 所以 清晨根溫低 你不要太勤勞 一大早起來就要澆水 尤其是山上的朋友 躲在山上的 不是山上 山上的朋友 你來注意 你可以這樣 不要起來就把水 因為那個水塔 經過一個晚上 溫度很低 人家 這個我們的根隙 早上 幾乎開始生了 開始不錯 但是水桶裡面的水 溫度很低 我們早上 我們的植物的根隙 開始醒過來 你還要睡 你 他當然是生長 被你抑制了 所以像這個 種茶葉的朋友 我都會跟他們講 我們再過來 要上茶葉的課 我會跟他講說 你睡到中午 起床 吃個飯 然後再睡午覺 睡到三點 再起來澆水 這時候太陽 把這個水都弄熱了 這時候再澆水 最好 然後澆水 施肥 你要噴藥 這個時候也是 下午是比較恰當的時候 所以 中午早上呢 是睡覺的時間 那你假如說 做茶 做茶當然是 沒面沒這些做茶 所以 休息的時候 休息 工作的時候 工作 什麼叫做易滅現象 因為現在就是植物的 植物的 植物吸收很多 原期相對濕度高 葉片水分增加不佳 葉眼自然開口溢水 就像這樣子 葉眼旁邊有水 這個葉眼旁邊有水 這個叫 櫻蜜 叫櫻蜜 叫櫻蜜 英文叫櫻蜜 叫櫻蜜現象 像這樣櫻蜜現象 櫻蜜現象 那瓜類呢 如果說 你是某一個某一部位 出現了異蜜現象 太嚴重的話 那裡面的知意也會流出來 那所以這個 就會出現了一些 一些這個 裡面的知意出來 紅色的液體 紅色的液體 會出現這個情形 尤其是在我們 這個 這個網文形成之後 如果呢 異核不佳 它會出現這個問題 出現這個問題 另外是 生理性的立斑病 生理性的立斑病 這個 這個 常常會出現在 你 假如是 你種在 這個 這個土面上的 不是掉瓜 是 你把瓜平面放在 放在 放在這個地面上 這會出現了 第一個是 日照不足 突然水溫或空氣中 相對速度高的時候 第二個是蛋水過量 葉片素過量 植果素不足 第三個 第四個是藥害 這個我們一般叫做麻疹 麻疹 麻疹 這個麻疹呢 給各位看 麻疹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麻疹像 像 但是 只有這邊 另外一邊沒有 這一半有 另外一半沒有 這一半有 另外一半沒有 另外一半沒有 這叫做麻疹 也就是說 你靠了這一面 這面濕度很高 靠很高 或者你是平躺在地面上 這個部分就會出現 這面就沒有了 這個叫做麻疹 像這個瓜 這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種的瓜 這第一個是瓜的形狀不對 水溫氧溫 瓜溫不對 第二個就是 它出現了麻疹 麻疹 就是麻疹 每一種瓜的麻疹出現的 這是初期 到後期的話 它就會出現像天花一樣 像這個也是一個麻疹 這個麻疹是整片的麻疹 再過來我們看這個瓜類的大小 瓜類大小 瓜類大小呢 我們沒有錯誤 我們講要高品質 高品質 你要知道 大小 甜度 果形 要怎麼樣證才會果形 那大小呢 這跟流果結胃有關係 低結胃流果 這個一定是小 高結胃流果太大 太大 因為有頂端優勢太大 所以低結胃流果 頁面積不足 同外養分少 供應股 用養分就少 果實就小 淡水果量 這個 這個 沒有意思啦 淡水果量 蜜質 精液重疊 同外作用不足 碳水果物 富製作量的時候又多 這個果實就 也是花育不良 我肥了結這麼多 為什麼不大 這個原因在這裡 我等一下給各位看 我們說美濃瓜 怎麼長到 美濃瓜一般是330公克到400公克 我們一般都是520公克到900公克 美濃瓜 淡水果 淡水果 還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這麼大 500多公克 怎麼做 要做到甜 要很好 像這個是低結胃 是太高結胃流果 就是这样 这个叶片我刚刚讲过 光合作用是在养分 呼吸作用跟蛋同合作用 这两个都是在耗辉养分的 好 那我们这个什么时候 要流果 我们从这个瓜来看 瓜有 这个 有母慢 子慢 孙慢 母慢 子慢 孙慢 我们一般人就是像苦瓜 我们会到孙慢结果 母慢之后 甘定起立 甘定这里 这个是子慢 子慢之后长出来孙慢 一般苦瓜就是孙慢结果 我们的瓜类 像这个甜瓜 就是子慢结果 我们这个母慢 这个母慢 旁边长出来就是子慢 这个是熊花 这个是瓷花 那我们这个熊花跟瓷花 这个要瘦粉要这样瘦 要这样瘦 但是这个有一个技巧 技巧 我们要多大 多大 这是熊花 这是瓷花 瓷花在这边 各位看这个很重要 子慢第一节 与第二节的长度是2比1的时候 开花是正常 子慢 第一节 第一节的长度 这是子慢 这是子慢 到这里 这是第一节 到这里 这是第二节 第二节的长度是第一节的长度的一半 也就是说第一节的长度是第二节的长度的两倍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的开花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像这样 很OK 非常OK 这时候你来瘦很OK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 差不多 这个你就是只要注意 或者第二节生长良好 这十节本来是这一节 也是这一节的两倍 两倍 现在是这一节是大过这一节 那你的这个管理是有问题的 这是诊断之一 诊断之一 所以到园子里面去看 我会看上看下的 这其他的 这是一些重点 你要看的重点 瘦狠以后 第三到四天 果肉生长迅速 从这里 瘦狠之后 果肉生长迅速 我们留两片叶以后 断 从这里断 从这里断 这里断 留两片叶 断 或者三片叶 断 一般断 从留果以后 再留两片叶 断 这样子 在什么时候 第三到四天 就是我瘦狂以后的第三到四天 花也卸了 这时候我会留两片叶 然后断 为什么会留两片叶 这个问题在这里 我们一般 像你如果一般的会从这里断 就是留一片叶断 但是 有的是连这一片叶都把它去掉 我们这个水分从这里来 你如果这里有在征扇作用 我们水分的转流 这牵涉到水分生理 水分的移动有两个方式 一个方式就是扩散作用 就是我根系里面的水分 比外面的勺 外面水分就进来 这叫扩散 第二个我们叶片增扇 增扇 增扇之后 会把底下造成一个根压 这个根压 会让水分 这个输送的多一点 也增扇作用 这个我们叫增扇 增扇流 造成所谓的根压 那么这个水分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这个增扇以后 这边有增扇 然后水分会从这边过来 过来的时候会经过这里 这里就 抽水 但是你如果说 我把这叶片都弄掉了 这个会不会有增扇 增扇太少了 水分就进来很少 所以这果实就长不大 第二个 你假如说好我水分太多了 那这里会有增扇 但是如果没有增扇怎么办呢 这里会裂开 所以我们留两片叶的用意 就是 第一个 这样造成一个水分的 水分的这个 这个移动的水流 把养分也带过来 水分也带过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减少裂果 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这个地方最好不要 不要断 留两片叶 如果留两片叶 会不会浪费养分 我告诉各位 这一张都流两张而已 老一张而已 你还怕养分不够 哪有这回事 对不对 好 OK 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什么时候 它长得最快 就是在受伏以后的三到四天 这时候断 这是最好的 这样子开始长大了 就这样大了 OK 好 我们留两慢 是怎么留两慢 就这样 这一节一个 上面一节六个 一般是留三个 然后去掉一个 留下两个 留下两个 这样是 插一节 为什么插一节 插一节 插一节用意就是说 这两个 长得差不多了 不要插心这 因为我采收的时候 这一般采收了以后 下面这个采收 采收了以后 我再过三到三天 我再采这个 我再采这个 不要说上面的 这果实差太大了 大小差太大了 不行 再过来就是 结果不良 这些受伏不良的 我们的果实 我们种切 这个种切跟横切 各位各看到 这个每一个都是 一个心事 心事 就讲这样子 种子在这里面 种子从这边 花痕布 从这里进来 这个产生花孔管 在这里受伏 这样 然后果实 种子发育的时候 就产生荷蒙 让果肉生长 让果肉生长 所以 这个 受伏好不好 就关系到 我们这个 这个整个果形 还有产量 再过来 我们要怎么样果形 果形 果形 这个 因为 这个我用画的 用画的 生长是很强的时候 高温高湿 是这样子 我们正常如果是这样的话 生长适中 高温 适中 是长出来的 如果生长适比较强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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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生长适很强 低温肝脏 就是变的 变的 所以 你去看瓜 有些 有些行口 他就很内行 他就告诉你 这个不行 这个 这个少五十块 这个少五十块 那你就要跟他讲 我是刻意制造的 刻意制造 不然你装画我看看 你给我试试看 你能够装成这样 我才不相信 好 一般正常是这样 欸 那如果呢 正常是这样 那如果像这样呢 横低的 好 像这样 变长 变长 这个生长太强 我们一般的果实是这样子 喔 欸 最长 喔 最平 有时候 你如果 这个 水分 养分控制 控制不佳 就造成这个形形 所以我刚才讲 匀很生长 跟生长生长的控制 这个叫做 生育 调控 所以你种什么样的作物 怎么样种 就得什么果 这圣经里面 有讲 怎么 该怎么种 就怎么收 对不对 所以 你要种败的 就种败的 要种败的 就败的 就这样子 所以 这两个瓜 不一样的种法 不一样的种法 这是寿命隔壁而已 寿命隔壁 我们可以把 这个 这个果仙 除了留果的结位之外 还有一个呢 就是很重要一个 就是你的这个 管理的 管理的微量因素 棚的问题 你如果希望它长一点 你在幼果期的时候 要一次棚 棚跟盖有什么功能 我今天大概是没有时间讲这个 棚的功能就是说 好 我们一般 一般在开发的时候 棚的功能就是 第一个花粉开裂 开裂也良好 第二个呢 这样花粉管的生长良好 这两个功能 那 这是雄蕊 那瓷蕊呢 瓷蕊就是呢 我们瓷蕊活性要高 那瓷蕊怎么活性高 就是 零不能不足 零要够 零要够 所以 开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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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礼拜 以瓜蕊来讲 那如果以其他果树来讲 开发之前 一个礼拜 到一个月 你要处理一次的棚 处理一次的棚 处理一次的棚 那棚怎么用啊 各位 棚过量会中毒 会中毒 所以我们一般 我们大概是用 用这个 三到五个 ppm 百万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不能太高量 太高量会中毒 好 那我们刚才讲 瓜蕊的大小 瓜蕊的 瓜蕊的果形 要讲瓜蕊的糖度 有些说要不甜 我才没有更甜 要怎样 所以 瓜蕊的糖度主要是 蔗糖葡萄糖果糖 这个叫做 果实的三糖 蔗糖葡萄糖果糖 我们一般 一般 叶片 叶片 这个制造的是蔗糖跟电纹 这两个都是转化过来的 糖类转化过来的 所以果实里面糖度的增加 由果肉内部到外部 果蕊部到果蕊部 逐渐上升 就是说 我们说 蕊来头 蕊过蕊 果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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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果蕊部 它是比较甜的 所以 光合中的产物 最深处的就是 电纹 厨厂就是电纹 电纹 以资电和 直电的电纹 两者都存在 都是葡萄糖的聚合体 叶片里面 合成的电纹 这个所在处是叶利体 而叶炮中存在大量蔗糖 所以 有很多的特定 特定的这个 厨厂测糖的器官 就是呢 它会产生很多的 液泡 细胞里面的 液泡 它会把电纹 把这个糖内 厨厂在这里 叫电纹 譬如像我们的 我们的甘蔗 或者说我们的甜菜 它就会出现这个 这个液泡了 好 那甜不甜呢 有几个关系 一个是气温 生长日数 叶片数 还有更细 这几个 好 给各位看这个 我们刚才 叶片数要够 到底要多少叶片 以瓜类来讲 我们一般 假如是梅隆龟 我们留两个果 譬如说我们 往我们香瓜 我们留一个果 一个果 还有呢 就是哈密瓜 我们留一个果 那我们的叶片 大概是 最好是 能够到达28片叶片 到达28片 摘芯 有些呢 我二五皮 25片 都已经到顶了 没有办法 那就25片 至少 25片叶片 25片 到这里 到这边 摘芯 那底下的叶片呢 要不要摘 我告诉各位 番茄 番茄 你假如说你这一串花 这一串果碎 才还你用 底下叶片 都要摘 要摘 为什么 番茄的叶片 老叶 它的养物 养物会储藏 但是它不会 不会跑出去了 它不会跑到上面去了 不会 像我们 像很 像这个 像这个瓜类 瓜类不一样 瓜类底下可以弄一些叶片 通风 但是呢 如果是这个老叶 它光合中央还很好的时候 你把它弄掉不一样 因为它会上去的 会上去的 因为它是典型的 曼藤类的时候 一年生的这个植物 番茄 是二三年生 瓜类是一年生 瓜类是一年生 所以 这个叶片 我们看叶片的这个 我们看叶片的大小 颜色 厚薄 叶片的长度 佐生的角度 这个 很OK 很OK 这个叶片长度OK 佐生的角度OK 好 我们到上面看 我们整个 整个植株的 侧蔓都要摘掉 我刚才讲过 严育作为 就是我们希望它的养分 不要浪费掉 所以我们要 侧蔓 侧蔓要摘掉 我们的 心部要摘掉 像这个 长出来的 摘掉 但是 好 给各位看 这个到这里摘心了 这个是 它的这个 侧蔓跑出来了 那你假如说 我想 留 留三个果 我底下留的结尾太低了 所以我采完了 我想留第三个果 那 我怕甜度不足 那怎么办 你可以在上面呢 再留 留两个子蔓 让它每个子蔓 再留三片叶片 一共六片叶片 那增加一点叶片 让它观火所有养分 会跑 跑下来 这是不得已的作法 或者说 我下位业 全部都得病 受害了 那我不得已 我就要留上面的叶片 来留 所以农业的作为 并没有说 什么都是一定的 所以很多企业家 找我说 到我们公司要当顾问 农业 发展农业 我都会拒绝 为什么 我到现在都会拒绝 为什么 因为 如果要生产线的话 你没有一个弹性作为 做不来 植物是活的 你的电脑是死的 这个不一样 差很多 我差很多 所以 像这样的话 是我们 这个摘叶 摘叶 番茄可以摘 这个 这个 刮叶就不用摘叶 你如果是黄化的 那摘掉了 底下的是 是 这个 通通不良的 摘了 摘到像这样子 你可以摘五六片叶 但是上面 要记住要留到 25到28片叶 像这样 那侧蔓呢 要摘除 侧蔓要摘除 好 像这个 这是一个不良示范 种瓜类 看这样就知道 这个不太会种 也真的摘心 真的摘心 这个叶片 有黄化 果实 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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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全部摘了 摘到什么程度呢 连底下 还在发育的果实 它都把旁边撩得不好 好喜欢 因为 因为 我们任何 任何的植物的果实 它的养分 给它最多的是什么 临近的叶片 各位要记住 临近的叶片 给我们的果实的 这个养分 是最多的 是最多的 所以 这个 这都把它刷得不好 这实在是 很可笑的 希望它刷一招 遍女管理 这什么叫做遍女管理 可能没有 我们瓜类像这样子 开始长大了 开始长大了 OK 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花痕布 我们这个叫做花痕布 花痕布 这花痕布旁边的花的残留物 最好是把它弄掉 最好是把它弄掉 这个一定要弄掉 然后就开始等它结果了 就结果了 再过来 还有一个瓜类的采兽 什么时候是熟 什么时候不熟 我们讲 八分熟以后 香气才会跑出来 如果我们说 没有 要怎么办 我们一般采兽的时候 甜瓜成熟的时候 果梗和果子交界处 会出现离成群 或者叫slip 就是离脱处 这个我翻的 又是我翻的 或是圈状或 或反省 叫who or slip 这是日后果 果子 离脂就是 如果你没有采兽 它就从这里落果 所以 你要讲 瓜手 地落 对不对 这是地 果地会产生 产生 各位看一下 我们这个成熟的指标在哪里 我希望各位这个要注意 我们结果的 结果慢了叶片枯黄或核化 叶内的酶 转移入果实 叶片呈现缺酶症 厚 老化 富豪 果地或 果地中尾变色 果地中尾主持盆大 出现离成带或离成 果皮的颜色改变 这就是指标 给各位看一下 这开始转色 这样转色 这果 果地开始有点盆大 叶片的煤开始转流 转流 现在这样转流 这样转流进来了 叶片枯掉了 这时候呢 好 这个 叶片枯掉了 这果实成熟了 这是美浪瓜 美浪瓜 就是这样子 如果到这个程度 这是过熟了 过熟了 这个不好 我们这个美浪瓜 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 我们的果痕部 果痕部是 果肉里面最薄的一个地方 各位看 这整个果肉 这个整个果肉 最薄 就在这边 所以 这个地方常常有心脾 一合不全 或者呢 有龟裂的情形 或者龟裂你不晓得 或者还没龟裂 但是你从台南运到台北的时候呢 OK 它龟裂了 而且装在箱子里面 温度很高 湿度很高 这时候呢 就从这里开始烂掉 烂掉 那 那你要怎么处理啊 我建议各位呢 你去用盐巴 羊啊 盐 各位 我小时候在 我们以前住白河嘛 白河 有一个人 撒 撒玉米 撒沙来 旁边就 有一个玉米 玉米水 在穿的 在穿的 里面的盐啊 因为有一些水 所以底下有盐 上面有水 那个已经到达饱和溶解度了 所以 什么时候来猜一点呢 就是呢 你要采收钱一个礼拜 有结婚的就用你结婚那个新郎手套 那个很金油 这金油 你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去跟他借 用新郎的手套 然后呢 你盐 羊 用这个宝特瓶 然后切一半 然后挂着 然后这个宝特瓶大一点 手比较好进去 然后你放盐 上面放水 然后你就用一个海绵 拿着沾一下 然后从底部擦一下 这样就行了 这样子呢 这样子可以让你这个 这个虽然裂掉 但是不会烂 稍微拼一下 香味噌出来 但是不会裂 我们这一半就是裂 这一半就是烂掉 裂没有关系 不能烂 不能烂 那这是一个小方法 用盐 用盐 来养 这样可以 你如果要擦农药的话 我倒是比较不建议 我刚刚在用农药 卡布萨艺术 好 那我们甜度增加的时候 各位住在什么时候 为什么 前一个礼拜 开始要 要 要擦 擦盐巴 甜瓜的果实回大起 到达后起 一起回大起 结束的时候 糖度才上升 所以就是靠近 靠近 它采收的时候 甜度才 才拉起 拉得太快了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 要采收 那你就要看这个果地 这个 阿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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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农友先生 跟我讲 我采收以后 送过去 有些人都甜 有些人不甜 这个甜的这个不甜 谁一看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 好 我们怎么看呢 看这个果地 看这个果地 这个 这个是它采的一箱 那里面 一个 是最不熟的是这个 这个 刚刚开始 这个离神开始形成 就是 这个离神环 开始形成 像这样 刚开始形成而已 这个 成熟了一些 成熟了一些 这个更成熟了 就是 这个 这个最好 所以 买贵要注意 这个 这个好 这个再一个 转一个 你要说 我要寄到 寄到美国 寄到日本 这个好 这个可以 那你就说 好 我 我很怕大口 我会吃甜的 就买这种 所以 我们看一下 这个 瓜类 这个 跟这个 差很多 人果肉颜色都不一样 这很白的 这个已经转了 这个 果肉也比较转 这成熟度不一样 再来 我们谈谈番茄 谈谈番茄 我们这个 番茄的 也有 营养生长 营养生长 就是从幼苗体开始 好 好 今天我们好像不能讲太多了 这个 幼苗期营养生长期短 直接开展以后 其实 其实 番茄 我们讲 一二年生 二三年生 所以 它的花芽分化 是 是 一到两片正列长出以后 就开始发 六到十一片 一片形成的时候 第一栓花絮也长出来了 所以 好 番茄很重要是 蛋 蛋夹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刚才有讲到 就是 1.2到 甚至要到 2.5 就是 甲跟蛋的比例 要这样子 蛋的比例要这样子做 所以 像番茄种下去以后 你就注意 它是不是蛋尾过量 蛋尾过量的话 就是我们的 这个 我们的心烧会很粗 就粗 像这个 我们来看看 心烧 心烧是它 转留很多养分的地方 心烧在这里 在这边 所以我们要注意看看 这个角度 花树太多 花朵树太小 花的颜色是不是不对 那番茄 真正 真正的技术在哪里 真正的技术 就是我希望它采收起久一点嘛 刚才我跟各位讲 我们的会员 一小子 可以拿出去 100块 甚至呢 去年我看到最高的 最高的 最高的拍卖价 一公斤820块 小番茄 玉女番茄 我想各位有人讲 我拍卖价 有200块 我听到 820块 我说 你那些什么 我换个番茄 我吃看看 确实 我没有办法找出什么缺点 所以外人说 820块 像 雲林省有一个农会的 董安师过家 我 我 我这样的农民有 富人家很多都 富人家有钱 听说 都去胜业客 我 你说我 拍卖价750 750 750 1公斤750 算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但是 你品质好 你要拆太久 有一个 有一个专 这个 专门技术 番茄 我们刚才讲是 蜈蚣式的生长 三黑夜 照顾一串 一串可睡 其他的并不很相关 给他最多养分的 就是临近 裹睡的那一片叶 那一片叶叶 整片叶叫做叶叶 还有好几片叶 所以整个到叶叶 真正的技术 这个 这个我可以讲了 因为 最近我一个朋友 他 他去 他去荷兰那边技 技术转银 然后他说 你 你知道怎么 怎么不告诉我 我说 因为我不想赚那么钱 记转 这个技术为 六亿台币 六亿 这技术是什么样子呢 我简单告诉各位 各位马上就可以不用记转 这个番茄 我们讲 这个蜈蚣式的生长 三片叶 一串果碎 所以它是蜈蚣式的生长 但是 各位看 我们 底下的这一段 有 红色的 涨果实的 成熟期 这一段 是 花育期 这一段是开花期 这一段是开花期 枝条萌生这一期 所以 真正番茄的 最高层的技术在北 你要希望它采收久一点 而且希望它的品质很好 这个叫做三段是在北 你看任何的树上绝对没有看到 我可以跟各位保障 这个除了在台湾 大概我讲之外 大概也很少人知道 因为这是我 我跟几个 几个国际上种番茄的人 我们的共识 大概都知道是这样子 来种是收到很好的品质 而且可以 你假如说甜度低了 我们可以提高 咦 蜘蛛摔弱了 我们把它拉起来 就可以这样子 番茄变些了 让它大一点 番茄不甜了 让它甜一点 所以 可以维持一定的品质 这叫做三段是在北 那各位看 这是一段 这一段 上段 开花 开花 那开花我们要看什么 你要诊断的就是 你的心梢 心梢 要知道 哇心梢 这个开始哭了 哭了 这时候呢 你可以喷点尿素 尿素 尿素我们不能喷太浓 尿素一般 我们一般喷就是五百倍 五百倍 再过来中段 这是中段 中段 中段 那底下的呢 底下 我希望它转色好一点 甜度高一点 那也可以喷 这个 这个 淋甲维 就这样子 好像很简单 但是 我要各位了解的一点 就是 你在什么时候喷 我上课的时候也 专门针对这个 液态肥料 跟液态的脂材 的喷 喷 我跟各位上过大概 六个小时的课 好 今天大概没有时间 跟各位上 上那么多 那我们的番茄 像这个 果地 诊断这个番茄 好不好 看果地 果形 颜色 虽然说这个是 低串花 我们一般的番茄 低串花的时候 因为它的 它的蛋尾过量 所以果形常常不正 果形常不正 或者像槟榔果 槟榔果 所以 我这个 果形会不正 但是你要让它果形正 就是你要把蛋夹比掉 再过来就是 好 我们的果地 这个果地出现问题 常常就是代表说 你的根系出现问题 比如说 这个果地 这个叫枯极 架枯 架枯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的根系出现问题 这个问题 我们的果形 果形就是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品种是什么样的果形 所以你要讲 枯极 我说枯极 枯极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 你能够表现出 你这个品种的基因 基因特性 这个基因特性出来是圆的 就是圆的 基因特性出来是这个果形 就是这个果形 枯极是什么样 是表现出这个基因的特性 这个定义上就是枯极了 这个定义上就是枯极了 你要说这个 给它极出这个 这个 这个 圆的 哇 这样就不极极了 不极极了 所以 水分的供应 这个 这个就是 譬如说我们种在黏土地 这个黏土地 黏土地 这个黏土地 黏土地 这个 因为它孔隙很小 黏土就是说呢 它的土壤的particle 它的土壤的颗粒呢 比较小 那比较小的话 它的空隙比较小 所以它容易容易 容易 比较容易 有水的时候比较容易缺氧 再过来 它的孔隙度太小 所以呢 它一般呢 淋洗作用 有水的时候 它里面 也比较能够保水久一点 沙子地呢 很容易排水 所以 黏土地的时候 要注意说 没有水太多 这个都是水分过量 根据出现问题 我只会出现 这个筋也没什么 所以我们 一般水分也不能过量 像这个番茄 我们每次滴水 这个是过量的 过量的这个浇水 过氧浇水 我们是 关键水根据不好以后 体内氧温 朝天寡 变成熟熟熟 这个 变成熟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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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 有些生产是过强的行为就是这样 这太大了 这个生产太强了 因为跟生子生产会有所结抗 就像这样子 这个叶片太浓密 所以转色也会不好 转色也会不好 这是芋泥的 芋泥番茄 因为种出这种芋泥番茄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这个我们讲槟榔果 这种叫槟榔果 那槟榔的 种出这个的话就是很糟糕了 我想给各位看一下 看到这些奇境怪状的 有没有比较正常的 各位看一下 这个还比较正常一点 像这样 这个是我们夏天会遇到的 这是黑色黑色的 呼吸量过高的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后会有期的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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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